第八九一章 荣誉 曾义拿着电话凝制了许久 他有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甚至他还想着等过段时间风平浪静之后 自己再去京城拜访一次谢老 好好的询问一下那本医书的来历 谁知道这才刚刚道别 就变成了永别 老曾 京城地头你比较熟 有什么必须要拜访的人 你给我指指路 顾迪在电话里说道 他给曾义打电话 就是要说这件事的 他平时很少去京城 人生地部署 去了之后该见谁不该见谁 都需要提前做到心中有数 免得到时候弄出岔子 另外就是根据要拜访的人 好提前准备礼物 曾义这才回过神来 问道 顾省长要亲自去参加追悼会吗 电话里是这么对我讲的 应该错不了吧 顾迪说道 曾义便有些好奇 问道 顾省长和谢老以前认识 顾迪道 只是见过一两次吧 不过听我奶奶讲 谢老以前给我爷爷看过病 谢老在保健系统工作了几十年 底蕴身后 他的追悼会应该很多人都会去参加的 我家老爷子不去不好吧 曾义沉吟着没有讲话 按顾明夫和谢老这点交情来讲 谢老的追悼会他应该是去参加的 但不一定非得本人到场 顾明夫要亲自参加 怕也是因为顾迪讲的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谢老底云身后 参加追悼会的人会非常多 想到这 曾义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 急忙说道 顾迪 谢老的追悼会你去参加就可以了 顾迪亚弄在那里半天没讲话 心道曾义这是什么意思 我去就可以了 难道是说让老爷子不要去吗 这是为什么啊 他道 老曾 你刚从京城回来 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消息 曾义说道 要是有消息昨晚我不就告诉你了吗 我就是觉得谢老的追悼会你去就行了 顾省长即便是要参加 也不一定非得亲自到场的 顾迪有点搞不懂曾义了 既然决定要参加追悼会 那当然是亲自到场最好 而且到时候参加追悼会的人会非常多 说不定中央首长集体都到的 自家老爷子要是只派个代表去 怕是不太好吧 曾义 我不太理解 顾迪倒是实话实说 他真的是弄不明白 曾义就道 就是我的一个感觉 也是个建议 你自己考虑考虑吧 别啊 你得把话说明白 顾迪很郁闷 道 不然我就这么对老爷子讲吗 说不明白的 曾义苦笑 道 要是能说明白 我肯定会给说明白的 这点你还不了解我 顾迪就知道曾义是不肯说原因了 或许曾义是真的没办法说 他道 行吧 我回头请示一下 让老爷子自己决定吧 行 那回头再联系 曾义也说了一声 便挂了电话 顾迪还得去跟顾明夫请示 这去不去京城都还不一定呢 那去京城见谁不见谁 就是下一步才要考虑的问题了 这个是来得及 毕竟追到会不是今天就举行 重新发动车子 曾义往市区市区 一边想着自己是不是要给方南国打个电话 顾迪那边放下电话 人也完全清醒了 稍作洗漱 他就往省政府去了 这个时间顾明夫应该已经到办公室了 顾明夫此时刚到办公室 喝了杯茶提提神 正要翻看秘书送来的报纸 就看到顾迪敲门走了进来 当下说道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顾迪把门合上 然后坐到顾明夫办公桌前的椅子上 半个身子压在桌上 道 我是为参加泄老追到会的事情来的 顾明夫便放下手里的茶杯 道 不是让你去准备东西吗 有什么问题吗 顾迪便道 京城我不太熟 准备东西没什么头绪 所以我就给曾义打了个电话 他在京城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 对京城的情况比较熟悉 我想听听他的建议 顾明夫脸上就露出笑意 而且点了两下头一是肯定 心到顾迪这段时间长进倒是不小 不过曾义的建议挺奇怪 顾迪想了一路 还是没想明白 再次露出疑惑的表情 道 他说谢老的追到会我去参加就可以了 让你就别去了 哦 顾明夫也稍稍露出诧异的表情 曾义这是什么建议 为什么顾迪可以去 自己就不能去呢 身子往后靠了靠 顾明夫让自己做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然后两手交叉攥在一起 轻轻地放在肚皮上 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表示他有想不明白的事情需要斟酌琢磨 如此过了一分钟 顾明夫像是想起了什么 道 曾义没有说别的吗 顾迪摇头 道 我说了这奇奇怪怪的一句 其他没说 说到这 顾迪又叹了叹身子 道 啊 曾义这是什么意思 行 这是我知道了 顾明夫就结束了自己的思考动作 重新坐直身子 道 你明天出发去京城 去准备准备吧 顾迪诧异 道 那你真的不去了 他还是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 顾明夫想要点两句 此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他接起来 道 我是顾明夫 我是李德群 电话里传来东江一号李德群的声音 顾明夫就提高了语调 在电话里笑道 德群书记您好 您有什么指示 李德群是个很干脆的人 直接道谢全章谢老去世的消息 明夫同志应该知道了吧 你是怎么考虑的 顾明夫想了一下 道是这样的 我正要是向德群书记汇报呢 后来省里有一项重大活动 我必须参加日程是早就定下来的 临时变更怕是来不及了 所以届时 我可能无法亲自去参加谢老的追悼会了 我会安排人带我前去的 李德群道 既然如此 那就这样定吧 我明天下午出发 届时一起走 顾明夫道 好的 李德群说的一起走 自然不是和顾明夫一起走 而是和顾明夫的代表一起走 这是要以整个东江省的名义 去参加谢老的追悼会 李德群这个人在外 还是非常注意团结问题的 放下电话 顾迪又问 真的不去了 顾明夫微微汗手 道 到了京城之后 该见的人见 不该见的就不见 不要多做滞留 顾迪心里很是郁闷 怎么所有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偏偏自己就不明白呢 不过看自家老爷子不打算解释 他也没法再问了 只好点了头 然后起身出去忙了 去京城要准备的东西很多 他得先办这事 等顾迪离开 顾明夫再次端起茶杯 先到这次多亏了增议的提醒 否则这次京城之行 怕是好去不好回啊 如今京城看似平静 实则暗流涌动 怕是有人早就按捺不住了 只是还缺少那么一个机会 现在谢老突然去世 以谢老的底蕴 各方人物必然都会去参加追悼会 届时中书大员和风将大力起聚一堂 这对于某些有心人来讲 岂不正是一次奔走呼嚎 私下串联的千载良机吗 想明白这一关节 顾明夫果断决定不去京城了 自己和李德群不一样 李德群和谢老的关系非常近 所以必须亲自参加追悼会 而自己这边有顾迪去做代表 就已经足够了 没人会挑出李来 曾毅只是一个是公安局的局长 却能够想到这一关节 实在是令人意外啊 顾明夫把茶杯端在手里转了两圈 他关注曾毅很久了 从南疆他就注意到曾毅了 可直到现在 他仍然屡屡会有又低估了曾毅的想法 曾毅的眼光和睿智 每每都超过自己所想 曾毅回到市局 进了办公室 还是决定给方南国打个电话 他总感觉这次谢老的追悼会不会太平静 还是提醒一下的好 方南国此时也是刚上班 接到曾毅的电话 他有些高兴 道 你可很少会在上班的时间给我打电话啊 曾毅笑了笑 道 想方书记了 就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方南国哈哈大笑 道 行了 这套就给我收起来吧 到底有什么事 说吧 说着 方南国放下手里的笔 坐在那里准备听曾毅要讲什么事情 曾毅便道 保健委谢全章谢老去世了 不出意外 后天会举行追悼会 方书记是怎么考虑的 方南国太了解曾毅了 曾毅这么一问 他就有点明白曾毅的意思了 道 你是说会无好会 曾毅在这边点了点头 道 我刚从京城回来 有这种感觉 但希望自己的感觉是错的 方南国无了一声 曾毅的担心或许是对的 不过他仍道 你的担心我明白 不过我必须去参加追悼会 老爷自谢任以前 算是和谢老曾经共过事 有这层关系 我不得不去 曾毅就知道方南国肯定会安排一切的 又道 冯毅最近也好吧 好不好 恕不转告 你还是自己打电话问吧 方南国心情很好 大概是高兴曾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他道 好了 就这样 我还要去主持个会议 放下电话 办公室主任汪宏毅就敲门进来 道 局长 您回来了 曾毅招招手 示意汪宏毅坐下说话 道 最近市里的治安情况如何 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件吧 汪宏毅就在曾毅面前的椅子上坐下 道 实行治安等级之后 我市的治安情况持续好转 没有什么大的治安案件发生 小偷小摸行为基本绝技 说点问题 曾毅笑着打断了汪宏毅 他不喜欢听这些官养文章 汪宏毅想了想 便道 这次局长随考察团一起出去 却晚回来几天 外面有些谣传 不过你回来就好了 曾毅皱皱眉 自从自己主持市局工作以来 关于自己的风言风语和小道消息 就没有停止过 最大的风波就是飞飞和影事件了 而小风波几乎是天天都有 自己只要两天不露面 便有传言说自己给调查了 自己从市委大院转一圈 回来就有闲话 不是说自己要被调离 就是说自己准备提副市长了 要是去市政府转一圈 又说治安等级之搞不下去了 总之 曾毅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解读出很荒唐的说法来 对此曾毅是嗤之以鼻 虽说有人暗地里小动作不断 但这也恰恰说明 某些人已经是前驴技穷 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来改变中化市局的大局 只能用这种小动作来 时不时给你上点眼药了 有件事 你马上布置下去 曾毅看汪红毅没有什么大事汇报 就吩咐道 今年省厅的平优评模活动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通知下去 让各基层单位务必高度重视起来 要把那些真正立警围攻的优秀警察 模范警察的事迹发掘出来 整理成详细的材料 汪红毅点头硬着 这件事绝对不能马虎 或许往年还可以马虎 但今年是绝对不行的 中化市局眼下除了那块 双拥模范单位的荣誉外 就没有任何荣誉了 如果这次平优平膜在颗粒无收 那对曾局长的微信是个很大的打击 对整个中化市局警员的士气和工作热情 也将是极大的打击 我一定把曾局长的指示传达到位 汪红毅说道 曾毅点了点头 道 另外 在平优平膜期间 绝不能发生大的治安事件 各治安片区的工作要比平时更用心 更到位 更扎实 好 汪红毅点着头 看得出 曾局长对于这次的平优平膜很重视 上次撤销中化市局的所有荣誉称号 还可以说 是曾局长为前任的工作失误背了黑锅 但这次要是拿不到任何荣誉 那就是曾局长的工作失误 也是对中化市局这大半年来工作成绩的否定了 曾局长可以不在乎荣誉 但有些人却在眼巴巴的等着呢 等着会拿这个来挑衅曾局长 等着看中化市局的大笑话呢 第八九二章 高谱 安排好局里的事情 曾毅给市长张卫正打了个电话 回报自己已经回到中化市的事情 张卫正一听非常高兴 道 曾毅同志回来的正好 下午我们开个会 具体研究一下创委的准备工作 挂了电话 张卫正便让谭金党给爱卫会所有委员 以及在家的是领导 还有各局办委部都发去通知 要求下午三点召开创委准备工作会议 下午两点五十分 曾毅准时走进市府会议室 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 都是市属各局办的负责人 见到曾毅 不少人都热情地站起来打招呼 如今曾毅可不是什么中化公敌了 而是炙手可热的是公安局局长 市里各方都极力争取的实权人物 就算还有一些人看不惯曾毅 但也不敢把曾毅当作敌人看了 今天天气不错 曾毅在开会之前从来是不讲话的 今天也破例跟大家寒暄了两句 然后笑着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刚落座副市长廖祖元也到了 进来看到曾毅 便笑着招呼道 曾毅同志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次去京城收获肯定很大吧 曾毅听了心里一愣 难道市长张卫正回来之后 还没有宣布这次去卫生部拜访的成果吗 那廖祖元今天的这个招呼 就有点不怀好意啊 大家是一起去北光市考察创委工作的 回到东江后 曾毅和张卫正直接去了京城 说是提前做一些工作 结果张卫正在京城待了一天就返回了 而曾毅却拖了好几天才回来 加上市长张卫正回来一句 不提此次进京的收获 那事情就很明白了 这次进京颗粒无收 曾毅留在京城继续想办法了 廖祖元这么问 就是要把曾毅先往高处捧 如果你曾毅在京城多滞留几天照样没有收获 那你可就要跌得很惨了 大家也就明白 你在不理其实没有多大的能量和影响力 曾毅当下便笑了笑 道 这次去京城耽搁了几天 今天上午刚刚回来的 廖祖元就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坐在曾毅的上手位置 既然是耽搁几天 那就是事情办得很不顺 他道 回来就好 我们大家还等着你回来后 一起总结去北光市考察的经验和收获呢 曾毅脸上表情不变 但对廖祖元今天的做法已经有了看法 廖祖元不但不怀好意 还在故意给自己拉仇恨呢 这是打算孤立自己 大家从北光市考察归来 不总结收获 市长张卫正返回 也不总结经验 现在你曾毅回来 就要总结经验和收获了 那岂不是说你曾毅的意见最重要 而大家考察的收获就是个零吗 话不能这么讲 曾毅就看着廖祖元 道 这次去北光市考察是廖市长的提议 总结经验收获 肯定廖市长最有发言权了 说完 曾毅双手一摊 做出喜耳恭听的样子 廖祖元的脸色就变了变 没想到曾毅的反击如此犀利 自己想孤立曾毅 曾毅就给自己来了 以比之道 还时比身 按你廖祖元的说法 我曾毅回来才总结经验收获 我曾毅的意见最大 那提议去北光市考察的是你廖祖元 干脆你自己总结就行 我们其他人全都喜耳恭听 既然是总结经验收获 那自然是各书几件 群策群力嘛 廖祖元赶紧往回拉拉拉 然后转过头不看曾毅 自顾自地喝起了茶 在座的全都是人精 心里哪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廖祖元去和曾局长玩小心眼 那怎么能是对手 想当初 谭金党就败得一塌糊涂 蒋红和李介同联手 照样也是丢亏气甲 论嘴上功夫 中化市没一个人是曾局长对手 论手底下功夫 中化市照样没一个是曾局长的对手 谁敢火烧方明线 谁敢把自行车锁在公安局长的座驾上 你廖祖元就是想恶心曾毅 那也不用如此着急嘛 如果曾毅此次进京真的是毫无收获 到时候曾毅自然是微信扫地了 张市长都已经把曾毅捧那么高了 还差你廖祖元这一下吗 三点正 市长张卫正准备走了进来 扫了一圈会场 道 人都到齐了吧 说着 就往自己的位置走去 市府办主任谭金党快速打量一遍 清点了人数 然后低声道 市长 人齐了 张卫正把茶杯往面前一放 重重咳嗽一声 道 同志们 今天的这个会议非常重要 决定着我们中化市创位的方向 更关乎着我们中化市创位的成败 希望大家都能高度重视 积极献言献策 会场没人说话 但都点着头 眼下创位工作已经成了中化市头等大事 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有数 张卫正看自己的开篇词达到了效果 就微微汗手表示满意 然后陈胜说道 在开会之前 要向大家公布一件重大事情 说着 张卫正就看向曾毅 露出笑容 道 下面 就请曾毅同志来为大家宣布这件重大事情 会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曾毅 张市长连续用了两个 重大事情 可见此事有多重大 大家的好奇心都没提了起来 廖组员觉得右眼皮秃秃狂跳 心里有不妙的感觉 难道这次去京城 曾毅争取到了很大的收获 可这不应该啊 如果真有收获 曾毅为什么会和张市长分批返回 为何张市长回来后不及时宣布 要知道 在报喜不报忧的官场上 是绝对藏不住任何好消息的 就是有一分的好 恨不得都要讲诚十二分 能早一分公布好消息 就绝不拖一秒 这明显不符合成规啊 廖组员百思不解 只得等着曾毅来宣布所谓的重大事情 曾毅向张卫正报以笑容 张卫正把好消息压了三天 由自己在会上亲自宣布 这明显是在为自己造势 这份好意必须领 另外这也说明此次京城之行达到了目的 想要真正的创建卫生城市 就离不开市长张卫正的支持 而经历卫生部执行后 张卫正明显给予了自己十足的信任 是这样的 曾毅清了清嗓子 道 经过张市长的万般努力 我们中华市创卫的诚意 最终打动了爱卫办的领导 爱卫办领导决定派一支专家组前来我们中卫市考察调研 亲自指导创卫事宜 啊 我的爷 是不是我的耳朵听错了 会场一片哑然之声 这个消息实在太让人震惊了 震惊之余 就是不可思议 要知道创卫是否能够成功 全看爱卫办专家组暗访明察的结果 那些个创卫的城市 是既欢迎专家组的到来 又害怕专家组的到来 专家组来了 一句话就能让你成功 一句话也能让前功尽弃 正因为如此 大家都把创卫成功的关键 放在了专家组的验收之上 把很多的精力 放在了如何应付专家组的明察暗访 可即便如此 还有军山市两次失败的教训呢 别的城市 那是挖空了心思去打听专家组的行程 费尽了力气去研究专家组的特点 以便有提放史 又针对的做好准备工作 可中化师倒反过来了 还没开始去打听和研究专家组呢 专家组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而且是亲自过来指导创卫工作 教练教出来的徒弟 不一定能拿奖牌 可裁判教出来的徒弟 有什么道理不拿奖牌 只要专家组过来这么一指导 中化师的创卫已然是成功了一大半 会场的人 你看我 我看你 随即就面带敬畏了 虽然曾益讲了 说这是张卫正的万般努力的结果 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这是曾益争取到的 如果张市长真有这能量 中化师现在已经都是卫生城市了 廖祖元就觉得坐不住了 自己进来故意捧高曾益的那句话 俨然已经成了笑话 曾益有这么大的能量 创卫成功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事 哪还用得着总结什么经验收获 自己刚才拿这个去孤立曾益 不知道有多么可笑啊 廖祖元的心跌落谷底 中化师的创卫工作 今后必然以曾益的意见为主 自己这位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 也和李介同一样 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摆设 张卫正轻轻敲了一下桌子 把大家从震惊师神中拉了回来 他很高兴曾益的态度 道 中化师创卫的决心不容置疑 这次能够争取到爱卫办领导的支持 曾益同志出了很大的力 这一点同样不容置疑 下面我们就具体研究一下 创卫的大方向和小细节 接下来的会议 自然是毫无悬念 张卫正开头 曾益补充最后确定了以军山模式进行创卫 同志们 我们中化市此次创卫 绝不是喊嘴头口号 更不是搞形式主义 而是要真真正正将中化市 建设成全国首区一指的卫生文明城市 甚至是世界知名的宜居城市 张卫正的手 狠狠在桌面敲了几下 以示自己绝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而是要真抓实干 他道 会议结束之后 各级政府机关单位 各事业企业要立刻行动起来 要根据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分管领域 找出创卫存在的问题 整改的对象 建设的方向 然后拿出具体的方案 由是创卫办统一协调部署监督 不管是哪个单位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都要把责任追究到人 要把创卫工作 当作提升中化市经济竞争力的头等大事 打一场持久战 打一场硬仗 不攻下之座山头 绝不罢休 张卫正有力的一挥手 最后死死攥成一个拳头 为今天的会议画上最有力度的句号 然后宣布散会 捧着茶杯卖部走出会议室 会议室其他的人就立刻围住增议 你争我抢 纷纷要求增议到自己单位去指导创卫工作 会议室反倒比开会时还要热闹几分 廖祖元端起自己的茶杯 沉着脸离开会议室 好给大家腾出接近增议的位置来 第二天 中化市的创卫工作就算是正式启动了 各单位都成立了自己的创卫办 开始按照市里定下的大方针和大思路 各司其直地运转起来 而彼时的京城比中化更为热闹 谢全璋谢老生前虽然只是一名保健委的专家 但事后追到会的规模 却远远超过了某些老同志老领导 除了老人家没有露面之外 在任的几位大首长全部到场参加 这已经是最高的规格了 更让很多人意外的是 许久没有露面的秋劳 也拄着一根拐杖走到了追到会现场 而且表情肃穆 从始至终没有讲一句话 在京的其他老同志也悉数到场 至于各省 自然是能到的都到了 追到会结束 秋劳上前安慰了几句谢老的子侄 然后就在邱建廷的陪伴下离开了会场 李德群随后跟上 回到邱宅的门口 邱老的心情还是很沉痛 脚步同样沉重 不管怎样讲 这次谢老回京 都是因自己而已 如果没有这番折腾 或许自己的这位老友还不至于匆匆就走 老首长 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李德群看得出邱老很悲痛 开口劝慰道 邱建廷此时也有些愧疚 谢老是他请回京城的 他没有想到谢老就会这样加贺席去了 但要是让他重新选择一次的话 他还是会请谢老回京 因为自己没有办法 大伯 小邓大夫也说了 你要注意自己的情绪 邱建廷也开口补了一句 提到增议 邱老点了点头 随即往楼上走去 道 德群 你跟我到书房去 我有话跟你讲 李德群应了一声 紧紧跟在邱老的身后 但没有敢伸手去搀扶邱老 他很清楚自己这位老上级的性格 除非是腿断了 那是绝对不会让人搀扶的 上了两级台阶 邱老突然停住脚步 回身对邱建廷说道 建廷 你也一起上来 邱建廷没说什么 快步走到了台阶边上 准备跟在后面上楼 第八九三章 跟踪 到了书房坐下 邱老问了个开篇闲题 道 德群 这次东江省还有谁来参加追悼会 李德群小心回答道 省长顾明夫原本也要一起来的 后来临时有事决定不来了 由省政府秘书长替他前来 李德群在东江是一言九鼎的大老板 但在邱老面前仍旧保持着谨小慎微 邱老微微汗手 他也就是觉得 东江省今天过来参加追悼会的阵容有些奇怪 所以才有此疑问 没想到竟是东江省的省长没有前来参加 这个顾明夫倒是有些严厉啊 邱建廷坐在一旁没有搭话 他在想邱老要对自己和李德群讲什么事情 邱老坐在椅子里默然良久 叹道 谢老是我一生的良师挚友 他这一去 我的心里很不好受 今后谢老的子之后人要是有什么困难 你们要替我多费些心 莫让人寒了心 也莫让人戳了我邱家的脊梁骨 李德群点头应下 道 秦老手掌尽管放心 谢老也是我的长辈 就算老手掌您不吩咐 我也会尽力地去关照 邱建廷只是点头 却没有讲话 他此时心里也不好受 不管怎么讲 谢老都是被他请回来的 现在谢老去世 邱建廷承受的压力最大 邱老所讲的莫让人戳了几两骨是指什么 邱建廷心里最清楚 但邱建廷不后悔 他当时没有别的选择 再者 现在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自己能够补救的 就是以后对于谢老的后人多多关照 邱老此时指着旁边的一张老式沙发椅 声音沉重 道 几天前 谢老就坐在这里跟我聊天 这说走也就走了 怕是我的时日也不多了 老首长 您可千万别这样讲 李德群一下站了起来 急声道 您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邱建廷也被邱老的话吓了一跳 没想到 谢老的去世会对老爷子的打击如此之大 他也是站起来道 大伯 您千万不要多想 小曾大夫临走的时候都讲了 您的身体没有大碍 只需按时服要调理就行 邱老白白手 似乎是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 道 你们都坐吧 今天找你们没有别的事情 就是想跟你们聊聊天 话是这么讲 只是声音有些低沉 李德群和邱建廷的心里都是沉淀念的 邱老越是这么讲 他们越是放心不下 哪里还有心情去坐啊 老爷子 这明显是因为谢老的去世而过于悲痛了 以至于都开始胡思乱想了 正如老爷子所讲 谢老是他一生的良师挚友 这位老友的去世 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得想个办法 李德群和邱建廷交换了个眼神 心里都是这个想法 等会必须碰头想想办法 坐啊 邱老看两人没有动 似乎有些不满 加重了语气 道 坐啊 李德群这才和邱建廷重新坐下 只是心里有些不安 坐在那里半天也找不出一个话题来 两久之后 还是邱老开了口 好像是为打破书房里的沉闷空气 邱老主动问道 建廷 你说小曾大夫是在东江工作的 邱建廷便赶紧接上 点头说道 是 中化市公安局局长 李德群有些意外 他已经听邱建廷主动提了两次小曾大夫 不过他以为是保健委的哪位医疗专家 或者是谢老的门声高徒 谁知道邱建廷提的竟是中化市局局长曾毅 对于曾毅 李德群哪能不知道 就在几个月前 这位中化市局的大局长 还闹出和女明星的绯闻呢 邱老抽出一支烟 伸手拿起桌上的火柴 道 那就讲讲这个小曾同志吧 他这个酸辣汤同志 怎么到中化市当公安去了 说着 邱老吃了一身划着了火柴 好像这个话题真是为聊而聊 纯粹是打发时间 邱建廷便道 德群大哥要是对曾毅的情况了解的话 就讲几句吧 看邱老难得有了话题 邱建廷当然高兴 不管谈什么话题 只要让老爷子别再想起谢老就行 李德群有些意外 也在心里进行着思索 他对曾毅很熟悉 但他必须先弄明白邱老和邱建廷的意思 直到现在 李德群都怀疑 封庆县古怀被产的事情和邱大军有关系 曾毅的情况我也知道个大概 他是从南疆省调到京城医院 又从京城医院调到东疆省的 这几年名声雀起的江军查 就是曾毅在南疆时一手推动的 还有小吴山的养老基地 那也是曾毅搞起来的 到了东疆之后 曾毅先在封庆县市点搞医疗改革 受到了省内外很多地方的关注 后来又为当地引进特种钢材项目 争取到了铁路先干线 到中华之后 曾毅先负责农委工作 一举解决了农民焚烧接赶的难题 又率先提出建设农产品交易市场的设想 因为敢闯敢干 曾毅在东疆省是个很受关注的年轻干部 同时也备受争议 这次担任中华市公安局局长 属于是林威寿命 从目前看成绩很大 李德群思索之后 还是决定如实讲述 因为他真的猜不出丘老的意思 最后 李德群又补充了一句 道 不过 这个增益真正令人称奇的地方 反而是他的老本行 听说治好了许多老同志的病 深受一些老同志的信任 丘老听的时候表情很平静 和往日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但要是细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吸烟非常有力 虽然频率不高 但一口就能吸掉一大截 三口两口就一只 等李德群讲完 丘老侧了侧身子 对丘建廷道 倒是没看出来 小曾还是个多面手 丘建廷笑着点头 道 是啊 要不是听德群大哥讲 我也不会想到的 李德群就有点明白 今天丘老提起增益的意思了 肯定是曾益治好了丘老的病 丘老让自己在东江给曾益一定关照 不过想起丘大军的事 李德群又道 听人讲 曾益和宅家的关系不是一般亲近 丘老听了 脸色依旧如常 只是缓缓把戏到尽头的烟蒂掐灭 丘建廷就有点埋怨李德群 难得老爷子有了点兴透 你又给破坏了 李德群的话意思很明白 一是说曾益是宅家的人 就算是治病 也得防着点 二是曾益是宅家的人 如果自己在东江给予曾益关照 反倒会让很多人误会的 可这一点 难道老爷子不明白吗 难道你对曾益进行了关照 老爷子和我还能认为你跟宅家扯到一起了吗 丘建廷怕是万万想不到 李德群之所以会这么讲 正是因为拿不准丘建廷的意思 丰庆县古怀事件是李德群心里的一根钉子 丘老此时向是乏了 道 一会德群留在家里吃顿饭 等吃完饭你就回东江去 不要在京城多做滞留 李德群就点了头 他是丘老的心腹 虽然丘老不露口风 他也多多少少能看出京城的局势 当下道 这次来京城 一是参加谢老的追悼会 二就是看望您 说完李德群就站起来和丘建廷走了出去 他们还要商量 如何让丘老摆脱这种悲痛的情绪呢 临走的时候 李德群习惯性给丘老拉上房门 房门关上 丘老就站了起来 脸上在无钢材的瓶颈 在书房里来回大不多着 孤独了一辈子 就在自己都觉得会孤独中老的时候 却突然得知 自己在世上很可能还有一位亲孙子 这让思念轻轻沉寂的丘老又如何能够自己 但不管如何好奇 如何想去证实增益是不是自己的亲孙子 丘老都得克制 眼下的丘家 已经完全是庞系掌权 这跟宅家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突然冒出一个嫡亲的孙子 丘家如今的核心人物会怎么看 丘家的庞系力量会怎么想 这个情况 也跟宅家是完全不同的 宅浩辉可不是半路认来的 这两点 丘老不得不考虑 如果增益真是自己的亲孙子 自己就更要考虑这些 而现在又得加上一点 那就是增益的过于优秀 如果增益和邱大军一样 那就算认到丘家 顶多也就是无忧一事 吃喝等死 不会妨碍到丘家眼下的布局 更不会影响到谁的既得利益 而偏偏增益又是那么耀眼 想不让人忌惮都难 可不是每一个人的眼里都是丘家的整体融衰 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能够得到多少 刚才李德群讲到增益的成绩 丘老险些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谁不想自己的孙儿优秀卓越呢 可丘老必须忍 不能忍也必须忍 这种痛苦 或许比孤独更苦 全章啊 全章 丘老最后站在了书架前 盯着那张自己和谢老的合影 谢老临终说出这件事 用心良苦怕事也只有丘老能够明白了 一是迫不得已 二来是给了丘老一个念想和支撑动力 丘老孤独一生 病情刚刚见好之时又逢老友去世 偏偏老友的去世还跟丘老有点关系 在这样的打击之下 丘老多半是会支撑不住的 而谢老讲出吃道士的秘密 不管增益是不是丘老敌孙 丘老这剩下的时光 都会充满了支撑和动力 弄清楚增益和自己关系 如何安排增益 这将是丘老余生必须做的两件事 有了这两件事 丘老的余生将不会再孤单寂寞了 平优平膜的通知下达之后 中化市局各基层单位很快就把材料报了上来 因为增益要求必须实施求是 这次报上来的平优材料就比往年少了很多 但含金量很高 都是经得住考验的 又确实优秀的事迹和人物 即便如此 增益还是对这些平优材料进行了二次筛选 优中选优 最后确定了三份报送省厅参选的财 在报送省厅之前 增益还特地前往基层单位 对这三份材料中的人物和事迹进行了核实 这次的平优平膜 绝不容许有任何闪失 增益和中化市局也经不起任何闪失了 好容易让中化市局的治安局面刚刚有所扭转 这时候要是再出什么闪失 增益或许能承受得住 中化市局绝对是承受不住的 跑去省城养病的庞东海 眼睛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中化 他不是在养病 而是在寻找一个重新进入市局的机会 从基层回来 就到了下半的点 增益的心情不错 因为这三份材料上的人物事迹完全属实 中化市局还是有那么一批勤勤恳恳的优秀警察 这让增益很欣慰 汪主任 晚上我请你吃饭 增益突然说道 汪鸿义吃了一惊 也是有些大喜 跟在增局长身边这么久了 增局长还是头一次要请自己吃饭呢 这表示自己和增局长关系到了一定程度 他道 怎么能让局长您请呢 我请 我请 增益哈哈笑着 不容置疑地讲道 他想起了以前在农委工作时 那个司机老张家里开的面馆 道 不过可不是什么宴席 就是一碗面 汪主任别嫌寒酸就行 增局长请吃的面 那味道肯定是非同一般 汪鸿义搓搓手 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道 我是北方人 不怕曾举你笑话 我这个人要是一天不失面 浑身都没力气 爱吃就好 爱吃就好 增益当下吩咐司机往面馆的方向驶去 凭着记忆找到地方 面馆还在 司机老张的媳妇一眼就认出了增益 很激动 道 增主任 您 不 是增局长 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想起大姐你做的面 这脚就不听指挥 自己跑上门来了 增益呵呵笑着 道 怎么 不欢迎吗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谁不爱听夸 老张媳妇高兴得脸都开了花 连连道 增局长喜欢吃 那是我的荣幸 高兴还不及呢 怎么会不欢迎 您做 喜欢吃什么 我这就亲自给你去做 说着 老张媳妇立刻收拾出一张桌子 特意拿出一块新抹布擦了个干干净净 把增益和汪红益让到座位上 马里得开了两瓶冰镇汽水送过来 比方小 还请两位贵客将就一些 老张媳妇笑着放下汽水 就到厨房忙去了 不一会就让人端出好几样凉菜 一边打电话通知司机老张赶紧到面馆来 不到十分钟 司机老张就到了 见到增益也是很激动 增益临走并没有亏待自己的这位司机 老张如今在农委大小也是个领导了 增局长农委还是在您的领导之下才有活力啊 司机老张一番寒暄 在桌子前坐下 道 您这一走 农委都变得冷清了 汪红益便接了一句 笑着道 老张 你这话就不对了 我们市局在增局的领导下 更有活力 司机老张急忙摆手 道 汪主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喜欢在增局长身边做事 要不您把我调市局那边去吧 我还是增局长开车 增益笑了笑 道 吃面 吃面 凉了可不好吃 司机老张就知道没机会了 想从市局调到农委容易 但从农委调到市局 确实非常难 你给农委主任开车 和给市局局长开车 哪个更威风 不过 增益不给司机老张机会 并不是因为这个 他一个局长 想调个把人还是很容易的 只是司机老张确实岁数大了 增益不想他再每天奔锅了 现在老张大小是个领导 再过几年就退休养闲了 这多好啊 增益可不想苛呆了 曾经为自己安前满后出力的人 老张媳妇亲自下厨 今天的面做的是色香味齐全 就连天天吃这个面的老张 也都吃了两大碗 增益和汪红益更是吃得满口流香 奇奇夸赞 吃完饭 天色就黑了 增益告别老张 到了路口就让汪红益走了 自己顺着路慢慢躲着往回走 往前走了几百米 增益拐进一条小巷子 准备抄进路回去 小巷子弯弯曲曲 路边几棵老柳树垂下长长的枝条 树下黑洞洞的看不清楚 增益正往前走 前面一棵树下突然走出个影子 缩头缩脑的 医生道 增局长 增益有些奇怪 往前走了几步 借着前面路灯的余光 才看清楚那人的模样 当时脸色变沉下去 赤道 你跟踪我 增局长别误会 我瘦酒就是尝识个胆子 也绝对不敢跟踪增局长您 那人再往前两步 身子才完全走出树下的黑影 正是增益上任时 突袭叶总会抓住的地头蛇瘦酒 瘦酒低声道 增局长 我有重要事情向您汇报 您也知道 我这身份哪能去市局见你 不得已 我才壮着胆子在这里等您 增益的脸色这才好看一些 瘦酒是中化式的地头蛇 他要是去市局找自己 怕是第二天 蛇鼠一窝的闲话 就会传遍整个中化式 从这点看 瘦酒此人还有点头脑 你有什么事 说吧 增益放缓了语气 增局长您看看这个东西 瘦酒伸手从兜里掏出个东西 四四方方又非常薄 路灯太暗 也看不出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第八九四章 大案增益伸手接过那个东西 拿起来一看 发现是一张美钞 增益就皱了皱眉 不明白瘦酒给自己这张美钞是什么意思 瘦酒凑近几步 道 增局长 我已经找专业人士验过了 这是张假钞 你从哪里得到的 增益就问道 同时细细感觉了一下那张美钞的质地 发现跟真钞几乎没有区别 要不是瘦酒讲出来 增益仅凭手感很难认定这是张假钞 瘦酒往巷子前后打量了一下 道 增局长 能借一步说话吗 增益就知道瘦酒肯定有重大事情要对自己讲 绝不是一张假钞那么简单 于是就跟着瘦酒往巷子深处走了走 等到了披静处 两人都藏在一棵老柳树的阴影之中 瘦酒此时低声道 前两天 我开的那间会所住进两位奇怪的客人 不管走哪 箱子都是寸步不离 目测箱子还挺有分量的 我觉得好奇 就让手底下的人找了个机会去探探究竟 结果发现两个大箱子里全是这种钞票 增益历时就意识到这件事非同小可 这张美钞面额不小 如果两大箱子都是这种美钞 那就是个天文数字了 增益当时就到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瘦酒立刻来了精神 增益这么一问 他就知道自己这趟来对了 而且这个情报也很有价值 他当时道 除了我那位兄弟之外 就我自己知道了 我想着这是比较蹊跷 所以就对我那兄弟下了风口令 增局长放心 我那兄弟口紧得很 绝不会说出半个字去 好 这是你办得好 增益重重遗憾手 信到这个瘦酒倒是挺有头脑的 而且手下能人也不少 对方24小时守着箱子 竟然还被瘦酒逮到了空 估计那箱子也是密码箱 谁想知都没有防住瘦酒的人 难怪这家伙跟踪了自己一路 自己都没有发觉 不过事情绝不像瘦酒说的那么简单 他绝不是因为好奇 才让人去看那箱子里有什么东西 如果那箱子不是假钞而是真钞 怕就不是瘦酒来找自己提供情报了 而是有人到警局报案了 瘦酒看增益在那里思索 就恭恭敬敬站在一旁 静敬等着增益的答复 那两个顾客没有察觉 增益开口问道 瘦酒就赶紧道 没有 目前他们还住在我的会所里 两个箱子里都是假钞 我只拿走一张 他们很难发现的 嗯 增益点了头 道 这事就当没发生过 你回去之后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绝不能打草惊蛇 一旦发现那两人要走 立刻向我汇报 瘦酒巴巴的点头 道 明白 明白 增局尽管放心 我一定把这人给你看好了 增益拿出一张名片 交到瘦酒的手里 道 记住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联系 瘦酒把名片小心翼翼地放进兜里 他明白增益这句话的意思 道 这事就天知地知 我知增局知 绝不会再有别人知道了 增益知道瘦酒是个明白人 也不多说什么 道 这件事你办得好 等案子了结 我会为你寄一大功 瘦酒笑了笑 道 增局 我就不要什么功劳了 我想求你一件事 增益便道 你的儿子 不是早就放回去了吗 不是这个事 瘦酒凑近了一些 道 不瞒增局 我在外面其实还有个儿子 这是别人都不知道 今年我那儿子就要从警校毕业了 我想让他 瘦酒 你想干什么 增益的脸色立刻沉了下去 这瘦酒也太敢想了 把自己儿子安排进警局 这不是警匪一家了吗 道 是不是还要把我的警局都开到你会所里去 瘦酒急忙摆手 道 增局 您息怒 息怒啊 我哪有那个胆子 我就是想请你帮我好好的教育教育那孩子 我没读过多少书 还做了不少坏事 但我对这个孩子的期望挺高的 我不希望他将来跟我一样 这个孩子挺有正义感 我想让他将来做个堂堂正正的好警察 一个好人 增益的脸色这才好看 他明白瘦酒的意思了 这是希望能够关照一下他的这个私生儿子 这么看 瘦酒对他这个私生儿子的期望确实很高 天底下的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都一样 瘦酒也不例外 不过 这瘦酒还真是不一般 就中华市局所掌握的情报 都不知道瘦酒在外面还有个私生子 事情办好之后 我会论功行赏的 增益算是给了瘦酒一个答复 瘦酒一听就知道 增益答应关照他儿子了 当下连连拱手 感激替领导 谢谢 谢谢增局 增益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如果瘦酒的这个孩子真是可造之猜 警队倒不是不可以接纳 但肯定不能让瘦酒的这个孩子 到中华市局来的 要去也是去别的地方 从南疆省的陈龙 到省厅的张俊宇 再到部里的杜若 增益在警队人卖宽广 想安排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 你回去吧 今天的是下不为例 增益说道 瘦酒连连点头 他当然明白增益的意思 今后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事 绝不能再这样主动找上门来 就算是提供情报 也不能这样直接见面 要是被人看见 中华市局的形象就完了 警察的形象也完了 增益交代完 看看巷子里没有人 便走出树下阴影 朝着一边走了去 过了有十分钟 瘦酒才慢慢从阴影下走出来 左顾右看 然后朝另外一边快步走去 很快消失了身影 回到住处 增益把那张美钞拿出来 放在灯下仔细观察 才发现这确实是一张假钞 但做得太真了 除非是专业的设别和专业的人 否则很容易被骗过去 如此高逼真度的美钞 突然大量出现在中华市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小案件 增益就想起前不久收到的一份协查通告 是由部里直接发下来的 要让各地严密关注辖区内 是否有假美钞的出现 一旦发现 直接拨打部里的专案专线 想到这里 增益就打开抽屉 果然在文件夹里发现了那份通告 手指在那份通告上来回敲了几下 增益就有了主意 当下拿出电话 先拨给了徐丽 道 徐丽 你马上到我住处来一趟 等放下电话 增益又拨给了杜若 杜若在部里主管经侦局 而假钞案正好是经侦的业务范畴 增益 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杜若那边笑着 增益就知道杜若那边可能还有别人 便道 很重要的是 那你稍等一下 我换个地方 杜若道了一句 随后电话里就没了声音 足足两分钟后 杜若道 刚才陪领导吃饭 现在好了 你说吧 我这里发现一张假钞 是美钞 低针度非常高 一般人很难分辨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不普通 给你汇报一声 增益说道 杜若便道 只有一张吗 增益道 我手上有一张 其他的需要再确认一下 估计数量极大 杜若知道 增益办事向来稳重 他能这么说 事情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当下杜若道 这样吧 我派一名这方面的专家连夜赶往中话 先去确定这张假钞的性质 然后你那边再确定一下假钞的数量 好 增益点头硬道 我让专家直接跟你本人联系 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杜若又吩咐了一句 如果真是数量极大的假钞 那绝对是滔天大案了 我会安排好的 增益说着 道 有什么进展 我会及时联系你 等挂了杜若的电话 徐丽已经到了门口 敲了两下门 增益就过去打开门 老板 有任务 徐丽问道 增益把徐丽让进房间 拿出那张假钞 道 今天寿酒来找我 给了我这个东西 这是张假钞 他的会所住进两位奇怪客人 箱子里全是这种假钞 你想办法去核实一下 这件事你亲自去办 绝不能让第三人知道 更不能打扫惊蛇 徐丽点头 道 明白 增益想了一下 又道 如果没有机会的话 盯着那两个人就行 徐丽就明白增益的意思了 哪怕稳一点 慢一点 也绝不能让那两人给察觉到 他道 好 对方暗地里还有没有其他同伙 是否携带有武器 这些情况目前都不清楚 增益又特意叮嘱了一遍 道 安全第一 徐丽心里热轰轰的 道 我知道 增益也就不再多说 道 最近你就盯着件事 明天早上我会让汪主任给你补个请假条 徐丽当下也不说什么 向增益一打敬礼 转身出门 消失于茫茫夜色之中 第二天早上 增益到办公室之后 就把汪红益叫了过来 道 特警队的徐丽同志有及时回老家去了 已经向我打过招呼了 你给他补个手续 汪红益点头应下 他知道徐丽和增益关系不一般 怕是家里真出了什么急事 这才走得急急匆匆 他道 我现在就去办 等汪红一离开 增益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陌生号码 但显示来自于京城 增益就知道是杜若派来的专家道中话了 便拿起电话准备出门 第八九五章 部署 在电话里约好见面的地方 增益就换了一身便衣 也没有带司机 自己出门拦了辆出租车赶了过去 在一家茶馆的门口 增益见到了杜若派来的那位专家 40岁出头样子 有黑的皮肤 看起来十分憨厚 你好 刘专家 增益上前跟刘专家一握手 道 没能亲自去迎接 还请包涵 刘专家的话不多 道 增局长客气了 我们进去聊吧 增益就抬手发出邀请 领着对方进了茶馆 然后找到一间僻静的包间 双方落座 等服务员送上茶退出去 增益才拉开皮包 从里面掏出那张假钞 道 刘专家 你看看 这就是那张假钞 刘专家没有跟增益客气 结果假钞先拿在手里感觉了一下 然后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专家设备验了起来 特别是拿了一面放大镜 对那张假钞观察了足足有两分钟 奉佛那不是一张假钞 而是一件极具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等放下那张假钞 刘专家有黑的脸色竟然有些泛红 显然是很激动 增益便道 刘专家 有什么结论吗 刘专家重重一点头 用兴奋的口气道 增局长 这张假钞发现的太及时 太重要了 增益无了一声 拿起茶杯慢慢品了一口 等着刘专家的解释 根据我的鉴别 这张假钞是一个国际假币团伙 今年刚刚制作出来的新型伪钞 逼真不极高 国际刑警追踪这个团伙有好几年了 可惜 一直都没能找到这个团伙的大本营和幕后人 目前 国际刑警已经给各国都发出了协助调查请求 毫不夸张地讲 这是一起大案中的要案 要案里的重案 关注度非常高 影响也非常大 因为这个团伙专门制造美钞 美国方面更是将此案列为头号重案 甚至还请了情报局协助进行调查 刘专家的语气十分兴奋 谁不想亲手办几个大案啊 而且还是这种百年难遇的国际大案 增益也有些意外 昨晚接到受酒的报告 他就意识到这是个大案 只是没想到还会牵扯到如此重要的一桩国际大案 国内并不直接流通美钞 美钞只有到固定地点进行兑换之后才能流通 而对方随身带着如此天文数字的美钞 这根本没法使用 反而还会成为一个大负担 这本身就很奇怪 由此可知 对方的目的肯定不是流通 而是另有目的 就算对方的目的是流通 那仅凭如此巨额的假钞 也可以称得上是超级大案了 流专家 要办这样的大案 仅靠我们中华市局的力量可能有些不现实 我们是不是先把鉴定的结果向杜局长会报一声 曾一提醒道 如果只是抓不两个携带巨额假钞的人 别说是中华市局 就是各市局下面随便一个派出所都能办了 可要破获国际假钞集团这样的大案 就不是中华市局能够办得了的 因为中华市局根本就不了解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贸然介入 结果很可能就是鸡飞蛋挡 再者 中华市局的职责只是保中华平安 就算那两个人携带的美钞数量再多 那也影响不到中华市的经济秩序 所以 这个案子必须得到不理的大力支持 甚至还得国际刑警组织配合 才能办得圆满 因为办案的最终目的 是顺藤摩瓜找出贾钞集团的所在 而不是抓两个替皮箱子的人 刘专家这才回过神来 连连道 曾局长说的对 必须汇报给杜局知道才行 曾义就拿出电话拨给了杜若 道 杜局 刘专家已经到中华了 那张贾钞也已经做过鉴定了 杜若就问道 得出什么结论 还是让刘专家向你汇报吧 情况他最清楚 曾义说着 就把电话递给刘专家 刘专家接过电话 就立刻道 报告杜局 是FR刑心事伪超 国际刑警通缉令上的一级重案 你敢确定 杜若历时就问道 连语调都高了几分 我鉴定了好几遍 绝对不会错 我用这身警符向杜局保证 刘专家说的非常肯定 你把电话给曾局 我跟他讲 杜若也有些激动了 他在竞争局已经干了好几年 也办了不少大案 但真正能够拿得出手 又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案子 确实没有一件 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电话回到曾亦手里 杜若就到 曾亦 长话短说 我现在马上就带着最精锐的力量 和最先进的设备到中化去 你那边做好接应准备 在我们没有到达之前 切不可采取任何行动 以免打草惊蛇 曾亦自然明白这一点 所以昨天他得到消息 才只安排了徐丽一个人去盯这件事 为了不走漏风声 甚至还安排徐丽 度假去了 曾亦便道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安排 放下电话 曾亦就坐在那里想着怎么安置杜若这些人 最后他想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那就是上次王大志突袭 全市叶总会之前藏身的那间大仓库 那里属于武警部队的资产 但废弃已久 想安排多少人进去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 没人会注意那里 拿定主意 曾亦就带着刘专家前往那座仓库 先去实地考察地方 这个地方很合适 刘专家看过地方 表示很满意 度局带来的设备和人 完全可以隐藏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里设立一个临时的监控指挥中心 不过他又道 曾局 我们的行动还需要一些交通工具 曾亦点了点头 交通工具很好解决 不管四轮的两轮的 新的旧的 这些很容易就能搞来 他道 还需要什么东西 你们列个详细的单子 我负责送来 太感谢了 刘专家主动向曾亦道谢 他是不理下来的专家 所以难免是有些骄傲的 不过看曾亦亲自给杜若打电话后 刘专家就意识到 曾亦的非同一般 这态度自然是有所改变 就算不冲这个 曾亦送自己这么一个大案子 自己理应感谢人家才是 曾亦领着刘专家 在废弃的大仓库四周转了转 熟悉了一下环境 然后拿出电话打给徐力 道 情况如何 徐力道 已经确定了目标 但没有找到近身的机会 放弃何时 曾亦立刻说道 你只要盯着对方就行了 另外 在附近寻找一处可以近距离观察监视的地方 明白 徐力对于命令向来是无条件执行 应了一声 就忙去了 收起电话 曾亦对刘专家道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刘专家可以在这里随便出入 对外就称 是上级派来和查处置这间仓库物资资产的 好好好 刘专家连连硬着 态度恭敬 安置好刘专家 曾亦又返回市局 把汪红一叫来 问道 今天平优平膜的材料 已经送到省厅了吗 汪红一道 还没有 今天下午就安排人去 曾亦想了想 道 你去把材料准备好 我等会要去省厅找张副厅长汇报工作 正好把材料送过去 我马上去取材料 汪红一不敢耽搁 曾局长亲自审核材料的真实性 又亲自去省厅送材料 可见对此次平优平膜的重视程度 不到十分钟 汪红一就把材料送了过来 按照曾亦的要求 今年装画室的材料准备得非常充分 不仅有文字材料 而且还首次使用了照片 录像等手段 最大程度凸显人物实际的真实性 这些手段并不是很难实现 但却是第一次使用 因为大家都习惯了一年又一年的文字汇报材料 要不是曾亦要求 竟然谁都想不起 要动用手边的照相机和录像机 局长 你看派谁跟你去合适 汪红一问道 以前曾亦出门 喜欢带着徐丽 可徐丽眼下请假回老家了 曾亦把材料收拾进自己的公文包 道 不用人跟着去了 你给派个车就行 汪红一就立刻联系车子 等曾亦到达楼下的时候 车子已经停在门口等着了 到达云海 曾亦直接到省厅去找张俊宇 张俊宇此时就在办公室 秘书进来说曾亦过来了 他就从办公室站起来 道 快请曾局长进来 不一会 曾亦进来 呵呵笑道 张廷 没有打交你的工作吧 张俊宇哈哈大笑 道 坐吧 快坐 都说了好几次 你要是过来了就直接进来 没那么多讲究的 规矩不能乱 更不能因我一个人而乱 曾亦笑了笑 坐在张俊宇的沙发上 随手从包里抽出一条烟 道 前段时间去京城 弄到一条好烟 张廷尝尝吧 张俊宇接过一看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好货 更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那种 他早猜到曾亦能量大 所以也不很惊奇 笑着收下 道 无事不登三宝店 你曾亦送我烟 肯定是有事 曾亦笑了笑 道 还是上次说的那件事 说着 曾亦从公文包里拿出准备好的材料 道 这是我们局里今年的优秀模范人物世纪材料 请张听过目 这次你可下足了本钱吗 张俊宇笑了笑 他指的是那条烟 随后他接过曾亿手里的材料 翻开一看 张俊宇便眼前一亮 看了这么多年材料 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种多媒体类型的材料呢 说实话 每天看那些文字性的材料 张俊宇早就看得够够的了 中化市局的这份材料 着实让他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看来你们的准备很充分吗 这是志在必得啊 张俊宇笑了笑 就大概翻看了起来 过了有几分钟 张俊宇放下材料 道 很好 很好 这三个人物是合计都抓得非常典型 完全符合厅里的评优标准 也是我们大力倡导的主旋律 内容详实 事迹感人 我个人很看好 另外 这份材料也做得很有心意 曾义就笑了笑 道 没办法 我们现在太缺这份荣誉了 张俊宇微微汗手 他很明白这次平忧平摩对中化市局的重要性 当下便道 在平忧平摩这件事上 沈主任最有发言权 这样吧 我现在带你去见见沈主任 顺便让沈主任也看看材料 那最好不过了 曾义欣然应允 张俊宇所说的沈主任 是省厅政治部主任沈国文 沈国文分管着政治部和宣传处 而平忧平摩工作 主要就是由这两个部门来具体负责操作的 这个时间 沈主任应该在 张俊宇就站起身来 道 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曾义就跟在张俊宇身后 出门往右一拐 往前走了有30米 张俊宇伸手在一间办公室的门上敲了敲 过了有10秒 厅里面没有任何动静 张俊宇就又往前走了几步 直接推开另外一扇门问道 小李 沈主任不在 这是沈国文办公室的外间 小李是他的秘书 看到张俊宇发问 就急忙站起来 道 沈主任到楼上去找于听商量事情去了 要不等沈主任回来 我告诉沈主任一声 让沈主任过去找张厅 张俊宇大手一摆 道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这回也没事 就在这里等吧 小李不敢怠慢 立刻把张俊宇请到了沈国文的办公室里坐着 然后沈茶端了上来 要是别人来回报工作 肯定是在外间等着了 但张俊宇是副厅 和沈国文一样都是厅领导 自然是要坐在里面等的 曾局长 你请喝茶 小李给曾一端茶的时候 还有点纳闷 心到张厅今天是有什么事情啊 怎么还把中化式的曾一给带来了 在小李看来 曾一可不受听领导待见 上任第一天就被扒了所有荣誉称号 这种事绝对是破天荒头一次 坐在那里等了不到十分钟 沈国文就回来了 近来看到张俊宇 沈国文连连说道 抱歉 抱歉 我不知道张厅要来 刚才是于厅打电话找我 我必须去 张俊宇呵呵一笑 摆着手道 是我临时起义 想着沈主任应该在 就没打招呼自己直接过来了 曾一此时上前打了个敬礼 道 沈主任你好 沈国文看了一眼曾一 道 曾一同志也在啊 张俊宇便道 中化市局送来了今年的平忧平膜材料 我自己先看了一下 觉得非常好 就和曾一同志一起过来了 想着让沈主任给把把关 沈国文有些意外 但很快又道 怕是还要对两位说声抱歉 于厅要出去搞调研 指明要我一同前往 我回来取个东西就得出发了 说着 沈国文摊开手 表示自己现在真的是分身无数 张俊宇也没想到事情会巧到这个地步 道 那沈主任赶紧出发吧 别让于厅长等着急了 张俊宇也知道于建明那雷厉风行的作风 说要调研怕是马上就要出发 绝不会拖延一秒 沈国文想了一下 道 这样吧 曾一同志带来的材料我收下了 一会调研的路上我看看 曾一还能说什么 立刻把材料递到沈国文手里 道 请沈主任多批评多指导 沈国文也不多说 走过去打开办公桌的柜子 从里面拿出自己的公文包 顺手把桌上的一些东西 连带曾一的材料一起装进去 然后拎起包 道 对不住了张廷 等回来我过去找你 张俊宇只好跟着沈国文出了办公室 道 路上小心 沈国文都顾不上客气了 拎着包就匆匆进了电梯间 耽搁着一会功夫 他怕于建明都已经到了楼下等着了 等沈主任回来 我再去找他谈一谈 张俊宇只得这样说道 曾一也有些无奈 但没办法 沈国文今天是真有吉事 并不是不给张俊宇面子 看来只能等沈国文回来后 让张俊宇再去谈一谈 无论如何 今年中化 市局都必须争取到一个优秀模范的荣誉称号 那就麻烦张廷了 曾一说道 张俊宇拍拍曾一的肩膀 笑道 到我那里再做一会吧 曾一摇摇头 笑道 算了 就不打搅张廷的工作 我得回中化市去 除了市局这一摊子 现在还有创委的事情等着我呢 能者多劳 张俊宇哈哈大笑 把曾一送进了电梯间 他心到张卫正道是一手的好打算 给了曾一一个市长助理的徐贤 就让曾一把创委这么大的事情给操持起来了 而中化市就等着做收获卫生城市的荣誉称号了 出了省公安厅 曾一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是杜若的 曾一就接起来 道 杜大哥 你们出发了吗 杜若道 已经到云海了 想问问你接下来的事情 曾一心道杜若的动作还挺快 看来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 当下曾一变道 正好我也在云海 那我们先见个面吧 行 先见个面也好 杜若立刻痛快应允 在云海见面更好 提前把事情定好了 就省得在中化市来回碰面了 碰面的次数多了 难免会走漏消息 第八九六章 水库 先把司机打发走 曾一随后联系董立阳 从他公司借一辆普通的商务车 说是临时借用一段时间 董立阳人不在东江 但效率很高 不到半个小时 就有人开着一辆灰色的国产大金杯过来了 把车要是交到曾一手里 什么也没问 就自己打车走了 曾一开车赶往机场 在机场的停车场内见到了杜若一行 杜若这次带了有六个人 拉开车门上了车 道 曾一 这次你提供的线索太重要了 如果能在中化抓住一条大鱼 我请部长给你颁发加奖令 曾一笑了笑 道 我这次就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再说 具体的情况还没合时清楚呢 杜若点点头 道 我今天先带了六名专案人员过来 稍后 还会有一个团队带着设备通过公路交通 赶过来 是不是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通缉的头号大案 相信情况很快就能弄清楚 杜若很兴奋 他对此很有信心 因为中化市发现的新式伟超 是伟超集团刚刚制作出来的 市面上很少能有 中化市一下发现这么多数量的伟超 肯定是伟超集团想在中化市出货 或者是有大的活动 你们在中化市的落脚点 我已经安排到位了 绝对安全可靠 你们到中化直接联系刘专家就行 曾一顿了一下 道 另外 我再给你安排一个帮手 徐力 他对中化市的情况比较熟悉 有什么事可以让他去处理 杜若微微汗手 徐力他也认识 这绝对能一元汉奖 有他负责协助 案子肯定会更加万无一失 杜若又道 这次的事情 再没有其他人知道吧 情况没落实之前 我不敢乱讲 就是想起了前段时间 布里发下的那份协查通告 我这才直接联系了布里 省厅那边我都还没有汇报呢 曾一说道 时机合适之后 省厅那边我会去解释的 杜若笑了笑 给了曾一一个保证 按照流程 这种大案子是要先向省厅通报 然后再由省厅联系布里进行部署 否则将来大案子办了 省厅却毫不知情 也没有半分的功劳 你让省厅领导的联网哪里割 但是这次情况比较特殊 布里专门下发了专案协查通告 并且设立了专案专线 专人专司负责此案 曾一发现线索后直接联系布里 并不算违反流程 只是事后肯定有人要因此去挑 曾一的小毛病了 案情紧急 我也就不安排什么接封厌了 等案子破了之后 我在设验款待专案组的所有办案人员 曾一就笑着把车钥匙交到杜若手里 道 这里预祝杜菊能够破获国际大案 你我之间何必客气 杜若接过钥匙 在曾一的肩膀上轻轻一拍 我代表布里的专案组 感谢中化市局以及曾局长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杜若这个感谢还有别的意思 当初他能够从容城市调到布里 就是曾一送给了他一个破获大案的功劳 没想到现在曾一又把一个大案的机会 送到自己手里了 曾一也就不再和杜若多讲 他自己下了车 看着杜若等人驱车离开之后 才在停车场拦了辆出租车自行返回云海市 第二天 布里的技术团队赶赴中化 在徐力和寿久的配合之下 技术团队成功实现了对那两名携带巨量伪超人员的严密监控 不仅在会所里布下各种监控手段 更把窃听器悄无声息地安装到了对方的房间里 通过连续三天的监控 专案组最终确定这两个人就是伪超集团的成员 只是还没确定对方来到中化的目的 这个消息让曾一很振奋 只要持续不断地监控下去 专案组就可以通过窃听手段获取大量的信息 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 最后很有可能抽丝剥茧 找到伪超集团的蛛丝马迹 不仅杜若需要办这样一个超级大案 来提升政绩资历 中化市局同样需要用一个大案来证明自己 专案组那边紧锣密鼓地进行监控 曾一这边也没闲着 除了市局的一大摊子事情外 创委办也是一天一小会 两天一大会 忙得够呛 现在是创委的初期阶段 搞什么怎么搞 各方各面都等着市里来定调子 每天会总上来的问题是五花八门 各种状况也是频频发生 开完今天的会议 市长张卫正把曾一留下 请曾一到自己办公室去商量事情 小曾同志辛苦了 张卫正亲自给曾一倒了杯水 道 这段时间都把你给累瘦了 来 喝口水 曾一双手接过水杯 道 万事开头难 相信再过一段时间 创委工作就能走上正轨 那时候就轻松一些了 张卫正微微汗手 道 刚开始难免会有些手忙脚乱 不过这不是坏事 现在发现的问题越多 将来验收时候出状况的可能就越小 曾一点头表示认同 不怕发现问题 就怕下面是问题而不见 或者想办法遮掩问题 关于创委的整体规划 曾一同志还有什么大的建议 张卫正点着一支烟 往沙发里靠了靠 然后看着曾一 曾一稍稍一致 在琢磨着张卫正的这句话 事理关于创委的大思路和大方向 都已经定下来了 这是开会讨论通过的 没有任何特殊原因 肯定不能再变了 否则一天唱一个调子 中化式的创委工作就没法开展了 这时候 张卫正确问曾一还有什么大建议 显然是另有所知 曾一琢磨片刻 就大概知道张卫正的想法了 这是想趁着创委 看能不能上马什么大项目 张卫正向来是以大手笔著称的 当年和家通是争取铁路站 张卫正一出手就是十个亿 这魄力不是一般的大 如果中化式要搞的创委 只是缝缝补补补 悄悄打打的话 这显然不符合张卫正的风格 也很难让张卫正满意 张卫正是个有大抱负 想做大事的人 他肯定是想趁创委的东风 在中化式上几个大项目 搞一点大动作 张卫正确实是这个想法 就目前情况看 中化式创委成功 几乎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至少很多别的城市 需要花大精力去做的表面功夫 中化式就不需要去做了 那么接下来的创委工作是缝缝补补 等着专家组验收呢 还是扎扎实实 抓几个民生大问题 实实在在做几件真事 就是张卫正要考虑的事情了 在其他人看来 中化式 现在肯定是等着做收卫生城市的荣誉称号了 可越是这样 张卫正就越不想这么做 荣誉他肯定很真实 而且是非常真实 但张卫正不想被人说了闲话 他必须做几件像样的事情出来 让人看看他是真创委 还是假创委 曾一想了一下 道 从目前我们会总上来的情况看 最大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散布城区的污染企业的问题 二是城区排污管网的问题 张卫正夹着音在那里思考 支撑中化经济的主要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 所以中化式没有什么大型的污染企业 就算散布于城区内的企业存在污染情况 那也都是些小企业 搬迁这些企业可算不上什么大动作 至少也得是滨寒波搬迁军山钢铁集团那样的动作 才能称之为大手笔 至于改造城区排污管网 这倒是个突破口 很多市民已经对中化式排污管网 目前的排泄能力不满了 经常是一下大雨 下水道不但不走水 反而还往外涌 搞得城市里臭气熏天 不过这不是只有中化式才存在的问题 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存在这个问题 在这几十年只重速度的建设狂潮里 大家都在只争朝夕的大干快干 恨不得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特区奇迹 哪有人会在地皮下面去做那么深的功夫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地表下的功夫领导是看不到的 反正张卫正从政几十年 没有见过哪个领导下来视察的时候 会打开井盖到下水道里去看看究竟的 甚至连问都没有问过 在现行的体制环境里 领导看不到 就代表你没有做 更说明你没有干出政绩 没有政绩又哪来的升迁提拔 所以每个城市 都建有光鲜漂亮的政府广场 都建有宽阔笔直的大马路 这些都是领导来了就能看到的 往往这些地表上的功夫做得越好的 升迁的机会就越大 到了现在城市质量的问题就出来了 可即便这样 大家也不愿意去干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反正也不能天天都下大雨 老百姓要骂 就让他骂去吧 又不影响自己的政绩 位于城区内 尤其是位于居民区的污染企业 只要发现 一定要想办法搬走 张卫正讲了话 道 我们中华市排污管网也需要改造完善 不过这需要有个完整的方案 要循序渐进 不能大挖大拆 更不能影响到市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张卫正对于改造城区排污管网 心里还是有所顾虑的 要对深埋地下的排污管网进行改造 这可不是个小工程 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这是几十年遗留下来的大难题 搞不好你一挖 市民反而埋怨你把城市搞得臭气熏天呢 对张卫正这避重就轻的表态 曾义没有说什么 张卫正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就算改造城区排污管网 也需要有个完整的规划 以中化市城区目前的规模 想要彻底改造完成 怕是要五到八年的时间 而且需要投入巨量资金 不过 张卫正并不排斥对排污管网进行改造 这就说明这件事还是有希望进行的 曾义对这个表态也是早有预料 他心里也有准备 就算最终也无法对城区排污管网进行彻底改造 但也可以趁着创委的机会 对管网的局部进行改造 加大管网排泄能力 对一些低洼地区的管网进行加深 同时增设滤网 减少生活污水的污染浓度 想到污染浓度这个事 曾义就有了个念头 对张卫正道 张市长 前几天我仔细研了咱们中化市的排污管网图 发现我们四区一员仅有一座污水处理厂 目前我市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 大部分是直排化江 然后流入大海 还有一部分污水 是直排跟江 张卫正汉首 曾义说的情况完全属实 中化市目前四区一员 只有在北城区有一座污水处理厂 设立这座污水处理厂 是因为北城区有一部分污水 因为地理原因 无法直排化江和更江 只能排往位于北城的一座水库 而这座水库 是中化市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饮用水来源 中化市不得不在北城区设立污水处理厂 来阻止水库被污染 你接着说 张卫正有了点兴趣 建造污水处理厂倒是个好思路 一步劳民 二来还在地表之上 是看得见的好事情 增益变道 据我了解 目前北城区的这座污水处理厂 不仅处理能力有限 而且净化后的水也只能达到1Gb类水平 随着生活用水的增加 这已经很难保证我们中化市的用水安全了 同时 大量的污水通过化江排往大海 不仅破坏了化江沿线的生态环境 还导致大量农田无法用化江水进行灌溉 甚至连我们中化的近海环境也大不如以前了 张卫正眉头紧锁 他知道增益所说并不夸张 如果再这样下去 别说近海环境污染 就是那些用污水灌溉的农田 种出来的粮食也肯定种金属超标 往眼前讲 中化市的用水安全是越来越严峻了 看来建设更高标准的污水处理厂 是刻不容缓了 张卫正说道 这是同意了增益的提议 他又道 这个问题上 小曾你有什么好主意 曾益就站起身来 走到墙上的那张中化市行政区域图前 指着其中两处道 除了升级扩建北城区的污水处理厂外 我建议在这两个地方新建两座污水处理厂 大大减少直排化江的污水 张卫正也跟着站起身来 在地图前凝视良久 曾益选择的两个地方 正好是排污管网直排化江的两个最关键地方 如果在这里进行污水处理 确实可以大大减少污水直排的数量 只是一下上马三座污水处理厂 张卫正还得再仔细斟酌研究一下 谁知增益大手一挥 指向另外一个地方 道 另外 我建议对直排更江的排污管网进行整合改造 集中到这一处进行污水处理 而且排污标准要最高 张卫正心里亚然 中化市排往更江的污水不是很多 排往化江才是重头 曾益不建议整合排往化江的管网 反而要整合排往更江的管网 这是什么道理啊 再者 中化位于更江的上游 下游通往隔壁市 是否直排更江 都完全不影响中化市的饮水安全 对中化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极为 真正头疼的应该是下游的城市 你说说理由 张卫正就抬手捏着下巴 对此很势不解 但他知道曾益肯定有理由 曾益笑了笑 道 因为我们中化市建设三座污水处理厂的资金 要着落在这第四座污水处理厂上 张卫正更是讶异 自己正是担心一下上马三座污水处理厂 市里的资金会捉襟见肘 没想到曾益还考虑到资金问题了 只是这第四处污水处理厂 怎么能解决前三座的资金问题呢 张卫正完全就找不到头绪来 这太奇怪了 曾益抬手往更江的下游划了很远 最终停在一个地方 哦 张市长应该知道这里的情况吧 张卫正便往地图前凑近了一些 然后看着曾益所指的地方 那是下游某市的一个小镇 看地图上的名字 好像叫做黑岩镇 不过这里是什么情况 张卫正怎么也想不起来 曾益看张卫正想不起来 也不卖关子 直接道 流经黑岩镇的共有三条江河 其中一条便是更江 而另外一条是青江 青江是一处非常重要的饮水源 是国家一级保护水源 张卫正一听青江 就啊了一声 他想起一件事来了 前年省里通过了一项重大工程 那就是要在青江修建一座大型水库 建成后的水库 将直供青江下游三座城市的生活用水 而建设水库的地点就位于黑岩镇 曾益此时道破关键 道 水库建成之后 不仅会叙纳青江的水 包括更江和另外一条江河的水 会一起挥入制作水库 届时水流变换 更江的自我进化能力会大大下降 而如何保护更江水源不被污染 就会成了省里必须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死 张卫正吸了口气 他已经完全明白曾益的意思了 这是要抢在别人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 到省里去讲明关键 争取项目 为省里分忧 这不仅是大政绩一份 还会得到省里的财政资金支持 甚至是政策倾斜 第八九七章 行动你再讲讲 张卫正兴致大涨 曾益讲的这个事情完全具有可行性 如果能够拿下的话 绝对是一件多方欢喜的大好事 省里领导满意 市里得到荣誉和资金 中化市和下游三市的老百姓受贿 曾益离开那张地图 陪着张卫正坐回沙发 到建设一座现代化高标准高容量的污水处理厂 投资额大概在十个亿左右 如果我们尽力争取的话 省里全额拨款应该是有希望的 张卫正点点头 但他现在对省里能否能够拨款 已经不太在意了 只要能够拿下这个项目 受到省领导的关注 哪怕是省里一分钱都不出 对自己来说也是非常划算的 以中化市的财政能力 要建一座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 并不是什么难事 曾益接着说道 至于直排化江的那两座污水处理厂 因为流程短 又不涉及饮水安全 排放标准可以不用最高 这样建设的成本会大大降低 加上对北城污水处理厂的升级 三座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改造费用大概也在十个亿左右 张卫正就有点明白增益的意图了 两边的费用都在十个亿左右 难道增益是要把建设跟江污水处理厂的资金 挪去建造其他三座污水处理厂吗 这个想法可太大胆了 挪用专项建设资金 这不是个小事情 再者 你把这边的建设资金挪用了 那更江的污水处理厂要用什么资金建设呢 张卫正更在意的是能否把跟江污水处理厂建好 这才是省领导关心的事情 乐意雷腰带 这笔钱相信还是拿得出的 张卫正说道 只要拿下跟江污水处理厂的项目 势力就很满足了 实在犯不着为这点建设资金去冒险 他是在提醒增益别做得不偿失的事情 增益笑了笑 道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 用之用民 建造污水处理厂更是功在当代 立在千秋 如果市里能够拿出资金来建造污水处理厂 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但按照我的设想 更江污水处理厂完全不必由财政资金去建设 张卫正看增益并不是犯糊涂 而是心里有所想法 但就着一起讨论研究的态度 继续询问道 那你说说看 如果财政不出这笔资金 那更江污水处理厂要如何去建设 说着 张卫正再次点燃一根烟 每次跟增益聊天 自己总会有一些新的体会 就拿这个更江污水处理厂的事情来讲 如果一个既可以收获正绩 又可以获得名望的好事 就摆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为什么自己就看不见 想不到呢 原因很简单 自己没有增益那样的胸怀和眼光 自己的眼光 仅仅盯着的是中画室的这一亩三分地 但凡自己能够稍稍关注一下其他兄弟弟事 能够存一丝大家和做共赢的心态 那就会早早发现更江存在的这个大隐患 有时候换个角度去看 就会发现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曾一看张卫正有兴趣听自己讲 便道 更江污水处理厂 可以由专业的环保企业去做这件事 一来节省财政资金 二来可以方便监督 张卫正点头 目前污水处理的事情 大多都是由财政资金投资建设的 因为这是个公众事业 由财政出资也是理所应当的 所谓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就是指这个 但这对很多地方来讲 尤其是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来讲 是个很大的负担 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下拿出十亿的资金 来做环保这件事 有这个资金 领导们更愿意拉动经济 提升GDP政绩 而国内的现状却恰恰相反 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污染情况反而越严重 即便上面拨下专项环保资金 挪用客扣屡见不鲜 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越污染 越没企业来 越留不住人 最后剩下的都是污染企业 这些地方污染而不置污 到了下游 别的地方自然不愿意为别人的失误而买单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也是很多地方头疼的问题 张卫正想听听增益的看法 至于方便监督 张卫正很赞同 既然是财政投资 那自然是政府经营 政府监管 即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 这肯定很难监管到位 污水处理 全靠财政资金 难免发生资金不到位的情况 污水处理厂销及代工 市里拿不出钱 也就只能睁一眼闭一眼了 而交给专业环保公司则不同 政府只负责监督 不参与业务 这效率就会高很多 据我了解 环保公司大多数可是干瘪的很呢 张卫正谈了谭烟辉 国内没有形成重视环保的氛围 环保企业自然是利润寥寥 曾毅点头表示认同 这是个实际情况 他道 从地图上看 建设更将污水处理厂的地方 位于市郊 原先就是一块小湿地 我们可以把这片湿地 连带周围的一些荒地 都交给环保企业去运作 一部分用于建设污水处理厂 另外一部分搞开发 可以利用处理锅的水修建湿地 水库 养殖场 甚至是水上乐园 湿地公园 这些收益可以用来 弥补企业的运营费用 至于污水厂建设资金 可以 我明白了 张卫正没等曾毅说完 就呵呵笑了起来 曾毅讲到这个地步 他要是再不明白 那就不是市长了 环保企业有了这么多地 完全可以拿去抵押 从而获得建设资金 小曾啊小曾 幸亏你是走了市图 你要是去做生意 我看别人都没有活路了 张卫正笑着掐灭烟底 指着曾毅笑道 这生意让你算计的 实在是太精了 也不能再精了 曾毅跟着笑了笑 道 我就当张市长是在表扬我 这就是在表扬你吗 张卫正哈哈大笑 他现在算是知道 曾毅在南疆时 是怎么把小无山搞起来的了 这小子的资本运作的手段 实在厉害 空地荒地也能给你变出花来 而且十分具有可行性 以最高标准处理过的污水 已经接近饮水水标准了 只是民众对此还持有怀疑态度 不能够接受 记得以前就有一位市长 为了证明此事 打消民众疑虑 曾经种亲自饮用处理过的水 谁知没起到效果 还是得其反 让那位市长十分尴尬 但如果开发城市地公园 水上乐园之类的地方 一来可以弥补污水处理的费用 二来可以让民众亲眼看看污水处理的成果 以事实打消民众的疑虑 曾一整套思路下来 政府不但不用花一分钱 就可以得到一座现代化的高标准污水处理厂 另外还有一个专业团队负责运营 最重要的是 还切切实实让市民感受到了政府为环保付出了努力 一举多得啊 张卫正也明白曾一的意思了 这不是非要挪用资金 而是阐述一个置屋的新思路 政府可以用手上的闲置资源去换取环保资金 不一定非得等着上面拨款 你的这个创位建议非常好 张卫正翘起二郎腿 以最舒服的姿势往沙发里依靠 然后大手一挥 到 我们的创位是要动真格的 既然要搞 那就必须搞好 一个更将污水处理厂 我看远远不够 最好是三座污水处理厂一起建 将来或许还要建更多 环保事业也是只争朝夕吗 张卫正的心情很好 有增益的这个思路 即便省里不拨款 中华市也可以把这个事情操办起来 甚至张卫正还有更大的心思 自己到省里去争取项目的时候 完全可以把境界再拔高一些 中华市主动为省里分忧 不但要见更将污水处理厂 而且还不要省里花一分钱 完全由中华市自掏腰包 如此一来 省领导今后要是不对中华市有所关照 怕是心里都会过一步去吧 有了这个环保项目 我们创位的资本就更雄厚了 曾益补了一句 张卫正微微汗手 这话说到他心里去了 他之所以要上大项目 目的就是要让人看 他是不是在动真格去创位的 但这也是曾益的过人之处 他总能把自己要实现的目的 很容易就让上级接受 而且是欣然接受 这样的人不生钱都难啊 张卫正心里感慨 难怪曾益如此年轻 就到了是领导之列 有能量是一方面 关键还是有能力 省厅今年的平优平模工作 应该开始了吧 张卫正突然过问起 中华市局的工作 道 你都有什么打算 今年的平优平模 对于市局十分重要 我们已经把认真筛选过的平优材料 递到省厅去了 曾益答道 要高度重视此事 绝不能有任何疏忽大意 张卫正的手指在桌上轻轻一点 以前蒋洪同志主持市局工作的时候 就丢掉了一个很重要的荣誉 曾益点头 只是他清楚 那次是不理评选优秀基层派出所 为了体现重视 蒋洪特意制作了很多标语和口号 悬挂在派出所的各个角落 结果不理派人过来喝茶的时候 从其中的某一条标语里找出了毛病 华蛇天足 结果弄巧成桌 让蒋洪丢了很大的脸 更为庞冬海抓住这一点穷追猛打了好长时间 导致微信禁失 曾益明白张卫正提醒的目的意思 市局能够获得荣誉 庞冬海这位政法委书记的脸上也有光 所以不用担心他从中破坏 真正要担心的是万一没有获得荣誉 庞冬海会借此重新把手伸到市局这边来 蒋洪就是个例子 上任两年多 最终都没有树立起威信 而且毫无建树可言 我们会吸取这个教训的 曾益答道 张卫正看曾益明白 也就不再多说 道 我是这半年来治安环境大大好转 中化市局获得荣誉那是实至名归的 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把中化市局这半年的努力 向省里领导反应的 张卫正决定也帮曾益讲讲话 这也算是头套暴力吧 定下了要上马屋水处理场的事 曾益又跟张卫正商量了一些创委的细节事宜 看看时间不早 快到下班的点了 曾益就告辞离开 等曾益离开 张卫正却没有要去休息的意思 他把秘书叫进来 道 你去通知市政 环保 成建 财政几个部门 让他们立刻过来开会 秘书稍稍冷了一下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张市长竟然要在下班时间召开会议 这应该很紧急才对 秘书不敢耽搁 迅速出去传达通知 张卫正确实很紧急 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项目规划书 然后到省里去找领导邀功 多耽误上一秒 这个功劳可能就要被别人抢了先 晚上曾益吃过饭 处理完手头上的文件 又翻了会议案 就已经快到子夜了 他准备去休息了 站起来刚活动了两下 突然传来敲门声 曾益觉得奇怪 都这个点了 谁会来找自己 只好朝门口去了 等拉开门一看 门外站的是杜若 杜大哥这么晚过来 是不是案子有了大进展 曾益赶紧把杜若让进屋里 杜若脸上喜不自禁 道 通过这段时间的监控 我们获得不少关于这个伪超集团的信息 都很关键 就在今天下午 我们更是获得一条重要情报 后天上午伪超集团的二号人物会来中化 我们已经要求海关那边开始筛插对方的入境信息了 要不是怕引起别人注意 我下午就来找你了 曾益也是大喜 道 那你的意思是 后天收网 杜若重重一点头 道 收网 曾益也赞同杜若的这个决定 这是个抓捕伪超集团关键人物的绝对良机 错过了就很难再有 就算对方是从海关入境 筛选起来也是大海捞针 而如果对方是从别的途径入境 那就不会留下任何线索 后天就成了唯一能抓住对方的机会了 需要我做什么配合 曾益问道 中化市局的战斗力如何 杜若问道 他这次带来的主要是技术力量 抓捕是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很多 仅靠他的人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有很精锐的力量才能确保万无医师 特警队是徐力带出来的 绝对可用 曾益说道 杜若一听是徐力带出来的 心里就踏实了 中化市局能用的话 自己就无需再另外请缘了 就算另外请缘 到时候还是需要中化方面配合 三方联合行动 配合失误的概率就会增大 远不如双方配合稳妥 他道 我回去之后就和徐力制定抓捕方案 明天晚上召集人员到位 曾益点头 道 杜大哥放心 我亲自负责此事 第八九八章 抓捕 第二天 徐力和杜若就制定出了抓捕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守住待兔 按照监听到的内容 这个二号人物会出现在寿久的会所 如果对方出现 专案组便立刻实施抓捕行动 秦贼先秦王只要拿下这个关键的二号人物 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 小鱼小瞎放走一些也无所谓 第二套方案是随机应变 专案组并不能排除二号人物出现在会所 只是个障眼法的可能 一旦对方有所变化 不再会所出面了 专案组就必须立刻跟上 要在最短时间内确认对方所在 组织力量进行抓捕 杜若是老警察了 徐力更是兵中之王 两人把方案推敲了一遍又一遍 凡是能想到的全都想到 并且做了相应的部署和安排 到了晚上 曾益突然以局长的身份出现在特警队 命令特警队员立刻集合 准备执行匿密任务 特警队员被集中到一起 上交所有通行工具后 徐力出现在特警队 开始向特警队员布置任务 明确作战目标 特警队被分成了七个小组 分别执行不同的任务 同志们 我讲两句 等徐力分派完任务 曾益一脸严肃地站到了所有队员的面前 然后竖起一根指头 道 第一 此次任务 布领导亲领我是督战 目标是一起国际性的大案要案 布领导并没有因此选择外地请缘 而把抓捕的重任交给我们中化市局特警支队 这是对我们的充分信任 说着 曾益又竖起第二根指头 道 第二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我们中化市局是一只工必客 战必胜的钢铁之师 还是不堪大用的乌合之众 就看你们明天的表现了 我相信大家能够出色完成此次任务 曾益脸色不变 道 但我看结果 徐力此时冷着连战出来 道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 声浪一阵高过一阵 整齐划一 显得士气十足 做完战斗动员 各个作战小组便开始分组讨论 根据各自的作战任务 再分析各种可能 继续完善作战方案 这是徐力从部队上带来的传统 休息到了后半夜 大街上空无一人 特警队员才以组围单位 悄无声息赶赴各自的部署地点进行隐蔽 车子全程都不允许开灯 天色慢慢亮了起来 中化市又进入新的一天 大街上逐渐热闹了起来 寿酒会所对面的早点摊 也和往常一样直了起来 几位附近早起的居民坐在那里吃着早点闲聊 一切都跟平时一样 丝毫没有异样 此时的云海通往中化的高速公路上 一辆悬挂着省厅六号车牌的警车在飞速急驰 沈国文靠在宽厚的椅背里 一眼微媚 他今天要前往中化市 对中化市局提交的三份优秀模范人物 试剂材料进行核实 沈国文原本不想亲自来 但没有办法 张俊宇先是亲自带增益过来 后来又专门向自己提了一次 所以沈国文就必须走这一趟了 他总得给张俊宇一个交代 由自己亲自过来核实评选材料 这可是给了中化市局很大的面子 自己能做的就是这个了 至于后面能不能平上 那就跟自己无关了 就算平不上 到时候 中化市局和张俊宇都不能怨我沈国文了 秘书小李坐在副驾驶上 观察着路边的指示牌 等看到中化市的地界标志 小李转身轻轻道 老板 我们已经进入中化地界 现在是不是可以通知中化市局了 沈国文睁开眼看了看车窗外 道 你打电话吧 因为张俊宇的关系 沈国文倒是亲自过来了 但他也有自己的打算 那就是不提前通知 对中化市报上来的评优材料 进行一次无准备的突袭式考察 只有如此 才能显得自己公平公正 也不是因为张俊宇才来中化的 小李得到指示 便拿出手机 直接拨了中化市局办公室主任汪宏义的号码 电话接通后 小李道 中化市局吗 我这里是省厅 沈国文沈主任半个小时后到达中化市 检查平优屏幕工作 请做好接待准备 汪宏义接到电话 吃了一惊 半个小时后就到 这是突袭式检查 他顾不上吃惊 赶紧道 好的 我们马上准备 放下电话 汪宏义一阵头疼 按照曾局长的指示 市局这段时间高度重视平优屏幕工作 加上这次的材料真是可靠 倒是不怕省厅的突袭检查 只是昨天下班的时候 曾局长讲了今天会有事晚来上班 现在省厅的沈主任马上就到中化市了 可曾局长还没上班呢 这迎接工作怎么搞啊 想了一下 汪宏义还是决定给曾义打个电话 这事可不是小事 陈主任下来是检查平优屏幕工作的 而曾局长又特别重视此次的平优屏幕工作 就算是有别的事 肯定也要先顾着这边 电话打过去 曾义倒是接了 不过声音不高 道 什么事 汪宏义就赶紧会报道 省厅的沈国文 沈主任马上就到中化了 是来检查平优屏幕工作的 局长您不在 这接待工作怎么做 曾义那边略做沉吟 道 我这边暂时还脱不开身 请小冬局长带我前去迎接 汪宏义一听眉头都拧成了疙瘩 沈国文是省厅领导之一 又全权负责平优屏幕的工作 平时下来 市局都要郑重接待 现在还是在平优屏幕的这个接骨眼上 曾局长不出面怕是不好啊 但汪宏义又没办法 曾义都说了无法分身 他还能强把曾义绑来吗 好我马上联系高副局长 汪宏义说到 挂了电话 汪宏义就匆匆跑出办公室 然后上楼去 敲常务副局长高晓东的办公室大门 砰砰敲了几声 里面毫无回应 汪宏义按得不好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高晓东好像也不在局里 应该是刚刚出去 拿出电话拨给高晓东 汪宏义道 高局长 省听了沈国文主任 前来视察我局平优屏幕工作 马上就到 曾局长请您前往高速路口去做迎接准备 马上就到吗 高晓东电话里问道 马上就到 汪宏义很肯定的道 好的 我会用最快速度赶过去的 高晓东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挂了电话 汪宏义又赶紧去通知在家的几位局领导 然后大家一起匆匆赶往高速路口 那边高晓东收了电话 却不着急让司机往高速路口赶 反而是问秘书道 曾局长今天没来上班是吧 秘书点头道 昨天下班的时候曾局长就已经讲了 今天也没看到曾局长来上班 高晓东微微汗手道 曾局长不在 我们更要把接待工作搞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沈主任最喜欢抽中胶含量的烟 前面正好有一家烟草专卖店 我们过去先买条烟袋上 一定要买含量最高的 秘书表情稍微一致 高晓东所指的前方 可跟高速路口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等买了烟再往高速路口赶 这还来得及吗 不过高晓东这么讲了 司机也只能照办 朝着高晓东所指的专卖店就驶了过去 6号车缓缓驶出高速收费站 秘书小李就看到了中华市局的迎接队伍 当时到 老板 中华市局的人在等着了 就来了四个人 沈国文一听就有些不高兴 虽说自己是突袭检查 但毕竟还是提前半个小时通知了 你就是有别的事情 半个小时也该赶过来了 不过 沈国文也没有讲什么 毕竟是他自己一时兴起搞突袭检查的呢 现在迎接队伍人员聊聊 那也只能认了 中华市局迎接队伍里负责领头的是副局长罗学虎 看到沈国文的车子 他快步上前 等沈国文下车站定 便打了个敬礼 道 中华市局 罗学虎向您报道 沈国文回了个敬礼 算是跟中华市局的人打过招呼了 但没有和大家握手的意思 他站着扫了一圈 道 曾一同志呢 罗学虎急忙解释道 曾局长有事不在中华 不过得知陈主任前来检查工作 曾局长立刻表态会赶回来 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汪红一后背直冒汗 罗学虎这个解释倒是能让沈国文下台 可万一曾局长赶不回来 到时候沈国文拿这个追问 中华市局如何解释啊 可是眼下也没更好的解释了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常务副局长高晓东同志怎么也不在 沈国文又问了一句 道 不会是知道我过来 到下面去安排演习了吧 没有 没有 罗学虎急忙摆手 道 高局长早上去下面县里检查工作 现在已经在返回路上了 我们中华市局肯定会以最真实的姿态 接受沈主任的检阅检查 绝不搞任何演习 沈国文沉声道了一句 我这双眼睛可不如沙子 是不是演习 看过便知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罗学虎再次解释 手心也是钻出一把汗 局长不在 常务副局长也不在 沈主任怕是生气了 果然 沈国文没讲什么 他身边的秘书低声冷冷来了一句 道 看来中华市局的工作很繁忙吗 沈国文就重重哼了一声 似乎是对秘书的这句多嘴不满 他道 今天过来 是对中华市局上报省厅的评优 评模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学虎同志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出发 现在就走 罗学虎道了一声 就快步过去 要为沈国文拉开车门 沈国文转身准备登车 刚要抬脚 一辆开着警灯的警车就飞驰了过来 一声急杀之后 高晓东从上面跳了下来 沈主任您好 中华市局常务副局长高晓东向你报道 高晓东快步跑到跟前 向沈国文打了个敬礼 报 再去县里的路上得知沈主任前来检查 我就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 没想到还是来晚了 失礼之处 还请沈主任多包涵 沈国文也不跟高晓东多做计较 道 既然来了 那就一起去看看吧 拉车门的罗学虎常常松了口气 他哪知道高晓东的行程 不过是编一个能让中华市局下台 也能让沈国文下台的谎罢了 好在跟高晓东的口径完全一致 没有穿了帮否则就相当尴尬了 现在就看曾局长能不能赶回来了 沈国文抬脚登车 中华市局的车子在前带路 就奔最近的一个考察点去了 此时受久的会所对面 杜若和曾一站在窗帘之后 透过缝隙观察着对面的一举一动 在两人身后的房间里 摆着各式各样的监控设备 几名专案组的技术人员 正在对会所内的那两名人员进行监控 沈国文过来检查工作 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部署吧 杜若有些不放心 问了一句 省清领导下来检查工作 市局领导肯定是要迎接陪同 到时候一条长龙警车在城区穿梭 不知道会不会打草惊蛇 曾一也没想到沈国文会来的如此不是时候 他想了一下 道 沈国文肯定是来核实我们今年的几份平忧 平膜材料的真实性 他要去的三个地点距离这里都比较远 特警队也不在考察范围之内 希望一切顺利吧 杜若说道 事到如今 也只能随机应变 见机行事了 难道还能把知会东江省厅 再把沈国文弄回去吗 怕是那样更会闹得鸡飞狗跳 现在就希望沈国文别搞出什么大动静来 在窗户前等了足足有两个小时 情况终于有了变化 被严密监控的那两个人提着箱子 准备走出会所了 各单位注意 小鸟已经离巢 杜若立刻拿出对讲机进行通报 要求部署在周围的人员密切注意 及时跟上 说完 杜若稍稍拨开窗帘的缝隙 紧紧盯着会所门口 等着那两人出来 很快 那两人提着箱子走了出来 把会所门口一站 过了有半分钟 一辆停在马路对面的车子突然发动了起来 灰色福特车立刻查这辆车 杜若下达命令 房间里的监控人员立刻调出监控录像 对那辆发动起来的灰色福特车进行追查 包括这辆车什么时候停下来的 下来过什么人 10分钟前停下来的 中间没有下来过人 从监控也观察不到车里的情况 监控人员立刻报上追查结果 此时那辆灰色福特车刚刚启动 往前走了不到10米 杜若只得到 保持观察 灰色福特车往前走了50米 突然一个掉头 然后就向会所门口驶去 杜若的手紧紧握着对讲机 观察着外面的每一个蛛丝马迹 没有看清楚灰色福特车内的情况 他不敢下令实施抓捕 万一灰色福特车内没有自己的抓捕目标呢 必须要确认目标存在后才能行动 机会很可能只有一次 灰色福特车缓缓滑到会所门口 停了有十几秒 车门打开一条缝 那两个人提着箱子就要上车 查所有的监控 杜若到了一声 技术人员立刻调出会所门口所有的监控画面 再次寻找是否有镜头看到了车内的情况 那两个人上了车 灰色福特车便合上车门 缓缓启动朝前驶去 等压上马路 明显能看到车子有一个提速动作 车子准备离开会所 C队注意目标向你方位置移动 杜若立刻下达新的指令 没有核实车内的情况 看来只能是用第二套方案了 有画面 此时一个技术人员突然叫了起来 杜若第一时间冲到屏幕之前 这是会所门口的迎宾监控 从车缝里拍到一个人物的侧面 马上核实这个人的身份 杜若下达指令 技术人员在喊那一声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比对分析那个侧面了 不到10秒便有了结果 到根据我们手上的资料 这个侧面很有可能就是目标人物 杜若盯着屏幕 一边是刚刚拍到的那个侧面 一边是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资料 上面的画面十分模糊 完全就是个虚项 但看轮廓确实有一点相似 现场的所有人就看向杜若 抓还是不抓 就等着杜若来做这个决定了 不管抓还是不抓 都有风险 抓有可能抓错 不抓有可能放跑对方 抓 杜若突然对着对讲机喊了一声 道 C队拦截 I队B队上前抓捕 对方可能有武器 此时那辆灰色福特车 刚刚驶出一百米多一点 杜若命令刚下 就有一辆黑色的普桑猛地从路边冲出去 直至插在对方前进的方向上 而在不远处 早已隐蔽到位的抓捕人员 也朝车子的位置冲了过去 有路人模样 还有商贩模样 看到车子被成功拦下 杜若就拿起对讲机冲出了房间 他要去现场核实车内那个侧脸的身份 曾义紧跟起后 跟着杜若冲出房间 然后从楼梯跑了下去 等出了大楼 就朝拦截车子的方向跑了过去 远远看到抓捕人员已经冲了过去 灰色福特车被拦下 但已经在重新启动了 看样子是准备强行逃脱 更多的抓捕人员往前围去 有人已经掏出警枪 准备阻止对方强行驾车逃离 八 突然一声清脆枪响 毫无预警的炸响在曾义的身后 一名抓捕队员随即倒了下去 第八九九章 三枪 这一声枪响 让抓捕现场凝制了足足有一秒 大家谁也没料到枪声会从自己的背后响起 而此时还有很多的行人 这一声枪响乍然响起 让很多人都愣在了当场 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左右顾盼 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曾义回头去看 就看到了枪声的来源 路边一名游客状的行人 此时扔掉手里的一张地图 露出黑洞洞的枪口 曾义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对方除了那辆灰色伏特车之外 还另有一名接应人员 防备的就是发生意外情况 而之前那辆灰色伏特车停在路边等待 他等的并不是会锁理那两名提箱子的人 而是等这名接应人员的到位 曾义的想法也就是一刹那的事情 对方再次举枪瞄准 这一次不是抓捕人员 而是一名愣在路边的行人 对方很专业 第一枪击中抓捕人员 目的是要持之抓捕行动 迫使抓捕人员改变行动 不得不分兵来对付这个意外局面 而第二枪在击行人 则是要在这里制造混乱 第一枪路人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那第二枪肯定就反应过来了 路边行人行车都有 反应过来之后自然是四散逃离 如此对方逃脱就有了机会 情况已经不容增议有任何的想法 那名行人距离增翼只有五六米远 增翼往行人那边猛的一窜 然后就是一个飞扑 啊 枪声就在增翼跳起的刹那再次响起 增翼和行人同时倒地 然后一股血柱就从增翼的肩胛处喷溅而出 路边立时血红一片 对方并没有停止 第二枪打出的同时 就已经选好了第三个目标 那就是拿着对讲机的杜若 杜若此时眼睛都红了 一名抓捕队员在自己面前倒下 继而增翼又在自己身后倒下 短短的几秒之内 就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饶尸杜若见过大风大浪 这时候也不由得暂时思维短路 是继续抓捕行动 还是先打掉这个枪手 还是去检查增翼伤的严重不严重 对方并没有因为杜若的这片刻凝脂 而放过杜若 他的每一枪都是经过考虑的 第一枪选择了最容易击中的目标 等枪声一响 所有人停下动作 那就都成了死靶子 想打谁都是百分之百的命中率 第一枪让现场暂停 第二枪制造混乱 第三枪击中对方的指挥 三枪过后 抓捕行动就基本可以宣告崩溃了 那时候不光车里的人有机会逃离 自己也可以留着子弹从容撤退了 杜若被瞄准 竟然连逃跑躲避的动作都没有做出来 就那么直直站在那里 成为了对方的死靶子 八 枪声再起 杜若在这一刹打了个机灵 然后下意识做出一个的躲避动作 随即脸色煞白 浑身冒出了冷汗 动了这一下 杜若回过神来 他一感觉 才意外发现自己竟然没事 抬头再看 却发现那名枪手却随着枪声仰面栽倒 倒地之后两条腿抽出了几下 不要让目标跑了 杜若突然大吼了一声 声音之大 就是不用对讲机 方圆两百米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也不知道自己喊这一声 到底是因为愤怒 还是因为鬼门关前闪了一遭的恐惧 吼完这一声 杜若就朝曾义倒下的地方跑了过去 他现在是真觉得有点恐慌了 要是曾义出了事 自己哪承担得起啊 事情前后不过几秒的时间 意识到这边出了意外 埋伏在另外一边的抓捕小队也赶过来支援 一辆车冲过去 一头撞向准备掉头逃跑的灰色福特车 撞击导致灰色福特车的屁股高高翘起 然后又重重落地 一队人冲过去按住了倒地的枪手 一队人冲过去看之前中枪的抓捕队员 一队过来查看增益 更多的抓捕队员则向灰色福特车冲了过去 而此时周围的行人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尖叫着大喊着 哭嚷着四散逃了去 做出第一次拦截的黑色普桑 此时再次轰鸣着冲过来 一头撞向灰色福特的屁股 灰色福特车遭遇前后两次撞击 司机被撞得直接从破碎的挡风玻璃里飞了出来 里面其他人也是东倒西歪 暂时丧失了行动能力 抓捕人员快速冲上 把车里的人从车窗强行拽出来 然后死死靠住 专案组的押运车此时也赶到了现场 抓捕人员立刻将被靠得结结实实的几个人 全部扔进了车里 也包括那个生死不知的枪手 救护车 救护车 杜若在那里狂喊 妈的 快给老子叫救护车来 沈国文此时已经对中化 市局上报的三份优秀模范人物事迹 都进行了核实 他做了多年的政治部主任了 眼力还是有的 他能够看得出中化市局并没有完任何花招 这次的优秀模范事迹都是真实可靠 没有任何虚假成分 而且完全构得上平优平模的标准 核实的结果让沈国文满意 但中化市局一把手增益迟迟不露面 让沈国文很不满意 你增益就是去云海汇报工作 这个时候也该赶回来了 沈主任 您看也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要么就在这里对付一顿吧 高晓东此时热切邀请着 就不吃了吧 沈国文轻描淡写的来了一句 他感觉今天中化市局对自己不够重视 曾一就是赶不回来露面 打个电话总是能够办到的吧 这怎么能行呢 高晓东不放弃 道 今天曾局长不在家 由我来做接待工作 沈主任要是连顿饭都不肯吃 曾局长回来后肯定要批评我呆慢领导了 不提这个还好 一提沈国文更生气 道 我是来检查工作的不是来吃饭的 这话已经很明显了 尊不尊重领导是态度的问题 而不是吃一顿饭的事情 高晓东又道 沈主任 曾局长就快赶回来了 您看 厅里还有事 不等了 沈国文脸一沉 拂袖而去 太离谱了 让自己这位省厅领导 在这里等着曾一回来 这算怎么回事 高晓东也不再劝 赶紧跟在后面 打算送沈国文离开 汪宏义很生气 今天的接待过程中 高晓东在平忧平膜的事情还算重归重举 但时不时就要提两句曾局长 而且句句有所指 这摆明了就是在沈国文面前告小状 汪宏义倒是想提曾一解释几句 奈何有高晓东这位常务副局长在 根本就轮不到他出来讲话 其他几位副局长同样很尴尬 沈国文不问的话 他们是没有资格主动讲话的 送到高速路口 沈国文连下车的意思都没有 也不和大家握手道别 车子直接就进了收费站 中化市局的领导面面相去 谁都知道沈国文是生气了 从大家接到沈国文的时候骑 沈国文就已经生气了 只是碍于今天是突袭检查 沈国文还是耐着性子 检查了中化市局的平优平膜工作 但检查结束 中化市局都没有拿出任何补救措施 沈国文自然就无需再掩饰了 直接拂袖而去 连顿饭都不肯吃 大家就都看向高晓东 突袭检查大家以前不是没有遇到过 局里主要领导无法到场 迎接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但这一切都是有办法挽救的 不一定非是曾局长到场 才能体现出对沈国文的重视 今天中化市局领导中 以高晓东职务最高 分量最高 可高晓东却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只是陪同沈国文检查 从使道中都不去坐晚就错失 这实在是居心叵测啊 高晓东此时到了一句 还好曾局长早有安排 今天的检查并没有出什么披露 众人无语 检查是没有披露 可沈国文拂袖而去 这平优平膜的结果就很不好说了 我们回去吧 高晓东说完就转身朝自己的座驾走去 他的任务就是陪同沈国文检查 哪有替曾一擦屁股的义务 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你们就是不满 那也挑不出力来 正要抬脚上车 电话响了 高晓东接起来一听 顿时脸色一变 回身道 大家都跟我去医院吧 曾局长受伤了 是枪伤 在场的局领导们一听 都是奇奇骇然 曾局长今天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怎么会受了枪伤呢 要知道枪声一响 那就不是小事 何况还把一位市局的局长给击伤了 这可天大的事件啊 当下大家也顾不上细问 全都上车 掉头基本是医院而去 此时曾一斜靠在医院的病床上 做胳膊被架起来掉在脖子上 不过曾一精神不差 除了因为失血导致脸色稍白之外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大碍 徐力站在病床前 一脸的难受 道老板你处分我吧 我没能发现那名伪装的枪手 曾一摆了摆右手 道这是不怪你 监控小组同样也没发现 徐力还是很难受 恨不得受伤的是自己 我们另外一名受伤的人 现在情况如何 曾一问道 徐力便道 已经没事了 他里面穿了防弹衣 只是被子弹的冲击力给击倒了 曾一微微汗手 还好没出大事 那名被击中的抓捕人员 也是中华市局特警队的 曾一上任半年 对特警队的支持力度很大 至少防弹衣是最好的 而且人人配备 不然今天有人牺牲 曾一可就难辞其咎了 那位市民也没事 就是擦破点皮 受了惊吓 徐力又回报道 曾一想了一下 道 杜菊那边呢 已经核实了 落网的正是今天的抓捕目标 杜菊现在准备把人转移走 另外 那名枪手已经毙命 身份还在核实之中 至于对方来中华的目的 是否还有其他同伙和交易对象 需要进一步审讯之后才能知道 徐力惊天难得讲话多 曾一便笑了笑 道 抓住就好 你今天表现得也不错 威风不减当年 第一时间锁定目标 敢在人群混乱之中果断开枪 成功阻止对方继续开枪行凶 这份胆量和信心在整个东江省的公安系统内 怕是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徐力的脸就战红了一些 他今天要是能在对方开第二枪之前就开枪 曾一也就不会受伤了 可惜徐力的水平比起当年还是有所差距的 以当年全胜时的水准 徐力有把握在对方只开一枪的情况下 就能快速锁定对方 然后予以击毙 但即便是这样 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今天 特警队在附近安排了两名狙击手 进行局面控制 就是防备会有意外情况发生 徐力在对方只开了两枪的情况下就成功还击 而另外一名狙击手直到对方倒地 才锁定了目标 可能时间就只有两秒的差距 但这两秒却足以决定行动的胜败 也决定着人的生死 要不是徐力这一枪 今天倒下的还会再多一个度弱 老板 我 徐力还要再说 他现在确实很愧疚 哪怕他已经尽力了 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把事情做好 此时传来敲门声 然后病房的门被人推开 高晓东领着局领导一起走进来 曾局长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高晓东一脸惊讶 快步走到病床前 到 接到报告的时候 我的心都差点跳出来 曾局你到底哪里受了伤 严不严重 怎么还能动了枪呢 后面几位局领导也未上来 大家都是几位关切 今天这是太让人吃惊了 汪红一冲到病床前 道 曾局 来的路上我的腿都软了 我是真害怕 曾一摆手笑笑 道 没事 就是看起来 就是看起来吓人一些 其实是皮外伤 不碍事 来 大家都坐吧 别站着了 感谢大家来看我 高晓东坐到病床旁 道 曾局长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天下班的时候 还好好的呢 大家就看着曾义 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个徐力 不是请假回老家了吗 怎么也在这里呢 上面下来个专案组 要求我们中化市局给予配合 并且进行保密 曾义笑了笑 道 军令如山 我也没办法 现在只是刚抓到目标人物 相关的很多事情 都还要继续调查 在案件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 曾义还要继续保密 就是今天授酒门口发生的事情 也要进行消息封锁 大家一听时上面的专案组 也就不好再问了 只是心里很好奇 到底上面办的是什么案子 竟然还惊险到动了枪 甚至连曾义这位大局长都受了伤 中化地面上有这么大的案子 自己为什么不知道一点风声 对了 省厅沈主任走了没 曾义问道 高晓东道 走了 何事玩我们的平忧平膜材料 沈主任饭也不肯吃一口 说是厅里有事 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光红一看高晓东说的如此轻描淡写 就忍不住要开口 但看现场这么多人 就还给高晓东留了几分面子 忍住没讲 曾义一听 心里也大概猜到几分 不过目已成舟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沈国文偏偏在专案组收网的时候来 还搞了个突袭检查 这是谁都想不到的事情 他道 大家今天也辛苦了 这时候就不讲什么辛苦不辛苦了 曾居你安心养伤才是 高晓东极为关切地讲道 曾义陪着局里的几位领导聊了一会 就把大家给打发回去了 徐丽也跟着走了 他还得安排后续一些事情 汪红一拖在最后 把今天沈国文下来检查的过程原原本本 讲了一遍 最后道 局长 沈主任走的时候很不高兴 曾义微微皱眉 看来自己还得再去趟省厅 否则今年的平忧平膜就彻底没戏了 汪红一离开之后 市里得到消息的其他领导就陆续过来看望了 在中华市地界上发生了枪击事件 一人生死不知 市局局长更是中枪 这么大的事 瞒得住市民 但瞒不住市里的领导们 大家来看望曾义 一来探商 二来是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过曾义一句保密 就把大家的话给押住了 只是押不住大家的好奇心 很多人都在猜测着到底是什么案子 跟中华市有没有关系 会不会牵连到谁 到省里去汇报 跟江污水处理场项目的市长张卫正 得知消息也第一时间返回中华 到医院来看望曾义 看到曾义好好躺在床上 除了胳膊受伤 整个人气色还不错 张卫正的心裁放回肚子里 道 小曾啊小曾 你可把我吓了一大跳 身为局长 你的职责控制全局 而不是冒冒失失的冲到办案第一线 你今天的行为完全是本末倒置 曾义起身去迎张卫正 道 市长批评的是我改 张卫正过来按住曾义 道 别起来了 还好今天没有出什么大乱子 你的胳膊要不要紧 医生怎么讲的 不碍事 我自己就是医生 心里有数 曾义呵呵笑了笑 也就没有强行起身 他道张市长今天去省里办事 应该很顺利吧 第九零零章 闹笑话 提起去省里的事 张卫正脸色就轻松了一些 道 顾省长亲自听取了我的汇报 表示会大力支持这个项目 张卫正作为仪式支掌 说话还是比较含蓄的 事实可远比他说的要令人鼓舞 今天顾明夫听完汇报 除了当场表态会亲自支持 尽快促成这个项目上马动工外 还毫不吝息地对张卫正给予了大力的表扬 称张卫正是有大局观 有想法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好领导 对于这些 张卫正自然是不好在一位下属面前炫耀的 再者 这个方案本身就是曾义提出来的 严格来说 张卫正现在是占了曾义的功 他怎么好意思在曾义面前提自己受省领导夸赞的事呢 张市长公务繁忙 还为我这点事来回奔波 曾义怯然说道 张卫正便板起脸 道 这是什么话 你为保全市民的生命安全而身负重伤 我这个当市长呢 难道不该来看望你吗 我是那无情无义的人吗 是我说错了话 我向张市长道歉 曾义说道 行了 这么话就不必讲了 我知道你的本意 张卫正白白手 不以为意 他知道曾义的本意是怕耽误了市里的大事 他道 今天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曾义便道 不理下来一个专案组 要求我们配合执行一次抓捕任务 现在案子没有得出定论 所以案情还需要继续保密 曾义对张卫正也无法明讲 当然 曾义只能说是不理下来专案组 要求中化市进行配合 而不能讲是自己发现线索直接联系不理的 否则将来还是麻烦 尤其是今天还得罪了沈国文 张卫正眉头一沉 不理在中化市执行这么大的案子 甚至还动了枪 该不会是市里又出了什么大搂子吧 当下他低声问道 不理的专案组领导 没说还需要我们在哪方面配合吗 曾义知道张卫正的担心 便道没有 听说是一起国际性的答案 跟我们中化市没有关系 张卫正便放了心 跟中化市没关系就好啊 随即他又想到一件事 既然是国际性的答案 那这起案子顺利破获 中化市局配合有工 应该会受到不理的大力嘉奖才对 看来市里也要提前做一做准备 你准备准备 拿个材料出来 我会提请市委市府 对此次行动的有工人员进行嘉奖 尤其是你这位身负重伤的平安卫士 张卫正说道 曾义笑了笑道 整个行动就我一人受伤 这多让人笑话啊 张卫正当即眉毛遗述 道 谁敢笑话 谁有资格笑话 在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怎么没看到他们挺身而出呢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张卫正和曾义又聊了一会 这才起身离去 到了第二天 来看望曾义的人就更多了 虽然市局已经对这起案件下达了封口令 媒体也没有进行报道 但市局局长身负枪伤的事 实在是瞒不住市里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 副市长杨明欣一大早就来了 推门进来 道 曾义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呢 曾义今天比昨天好多了 起身道 就一点皮外伤 不至于惊动班长大人 杨明欣上来仔细查看曾义的情况 确认曾义没什么答案 道 这是我得提评你 不管有什么事 你都该让我知道 否则就是拿我当外人 你嫂子得知你受伤 担心得一晚上没睡 一大早煮好鸡汤就催我到医院来 说着 杨明欣把一个保温筒放在了桌上 然后亲自打开 道 你不方便 就坐着吧 我给你盛 趁热喝 这太麻烦了 替我谢谢嫂子 曾义看杨明欣如此热心 也只得连连道谢 坐在那里准备喝汤 反正她的早饭还没吃呢 谢什么 多见外 杨明欣盛了一碗 放在曾义面前 然后拿出汤勺 道 先尝尝你嫂子的手艺 要是顺口 这段时间我让她顿顿给你煮 曾义笑了笑 道 嫂子的手艺肯定是好 但班长这么一讲 我都不好意思尝了 杨明欣哈哈大笑 她知道曾义是在开玩笑 道 快喝吧 喝完我再给你盛 桶里还多 曾义也就不再客气 坐在那里开始喝汤 一边跟杨明欣闲聊 杨明欣过来的另外一个意思 也跟其他人一样 就是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 看看是否跟中华市有关 曾义还是那个口径 市局只是配合不理专案组实施抓捕 至于抓的是什么人 涉及什么事情 中华市局是一概不知 杨明欣看曾义不肯说 也就不再问了 她还是比较了解曾义的脾气 等曾义喝完 她又给曾义成了一碗 喝完两碗 曾义再也喝不下 杨明欣这才收拾东西 提着保温筒走了 说是中午再让人给曾义送饭过来 杨明欣刚走 副市长李介同 廖组员也一起来了 之后是市局其他分局的领导 农委的领导 到了中午 市委书记赵珍吉也过来了 就是和曾义不合的宣传部长崔征 其后也亲自到医院送来个果栏 在病床边坐了三五分钟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天天都是如此 除了去省城养病的旁农海外 市里的主要领导 全部都来医院看望过曾义了 此时的云海市 旁农海正坐在一处风景秀丽的水库旁 身前架着一只吊杆 他眼神专注而又神态悠闲地盯着水上的符子 常务副局长高晓东陪着坐在一旁 也像模像样地端着吊杆 道 旁书记 现在曾义在医院养伤 您要是再不回去 我们市的政法工作可就没法搞了 同志们都盼着您主持大局呢 旁农海一点也不着急 盯着符子 道 专案组到底办的是什么案子 你弄清楚了吗 高晓东摇摇头 道 道现在也没说法 不理也没动静 旁农海盯着符子凝视良久 最后叹道 还不到回去的时候啊 高晓东此时往旁农海这边靠了靠 低声道 这次来省城 我还专门去省厅打听了一下 我有个同学就在省厅政治部工作 他说今年的平优评模已经有了结果 我们中华市局颗粒无收 旁农海就收回目光 侧脸看着高晓东 道 不管谁主持市局的工作 这种情况似乎还从没发生过吧 可不是吗 高晓东附和道 以前蒋洪在的时候 在不计每年也能拿两三个荣誉称号 可现在好 中华市局是一干二净 同志们工作起来都是毫无斗志 没滋没胃啊 曾义还在住院 旁农海问道 高晓东道 是 等掉完这干 我们去医院看看曾义同志 旁农海往椅子里依靠 他躲在省城 就是等合适的机会再回中化 给予曾义重重一击 眼下这可以算是个机会 但并不是旁农海认为的好机会 专案组的事情弄不清楚 这就是个变数 但机会来了 旁农海也不想浪费 今天回中化只是看望曾义 但可以见机行事 顺便也看看曾义 得知评优屏幕颗粒无收拾 会是什么一个反应 相信曾义的表情一定很精彩 旁农海嘴边浮出一丝笑意 静静地等着鱼儿上钩 省厅的小会议室内 省厅领导也是端坐于桌前 等着厅长于建明来主持会议 于建明走进会议室 往端前一坐 解开最上面的一颗扣子 然后低头扫了一下 今天的会议事项 就抬起头看向沈国文 道 国文同志 今年的平优屏幕工作的结果出来了 沈国文就打开面前的文件夹 道 于书记 经过政治部宣传处的沈 和评判以及投票 现在已经拿出了初步的结果 说着 沈国文就抽出评选的结果 站起身准备送到于建明跟前去 其他人就都坐着眉动 于建明的风格 和东江一号里德群里书记极为相似 那就是说一不二 虽然会议事项早已决定 但于建明经常不会按照上面的顺序 来一项项讨论 他会按照自己的顺利来进行会议 沈国文刚站起身要走 于建明则抬起手 目光指示沈国文 道 中华市局今年送来几份材料 评选结果如何 啊 沈国文一下愣住了 他没想到于建明会这么问 心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于厅长不问评选结果名次 上来先问中华市局如何 沈国文站在那里琢磨着于建明这句话的意思 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张俊宇也很意外 据他所知 这次评选中华市局颗粒无收 这让张俊宇很生气 毕竟他向沈国文打了两次招呼 谁知沈国文半份情面不给 今天开会之前 张俊宇就拿定主意 一会等沈国文拿出结果的时候 自己要站出来为中华市局讲几句公道话 虽说评选工作具体由政治部和宣传处负责 可评选结果还需要过会通过 由于厅长签字后才能生效呢 于建明上来就先问中华市局的情况 这同样让张俊宇意外不已 沈国文愣了片刻 只得到 于书记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今年中华市局送来的幽魔材料很少 只有三份 而其他市局送来的幽魔材料 最少都有十份 中华市局的幽魔诗迹 还是我亲自去核实的 都是真实的 但和其他市局一比 可选择性太小 所以经过一番评比 中华市局今年就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 沈国文这番话说的是滴水不漏 自己对中华市局的平优屏魔工作还是支持的 所以亲自去核实了 但中华市局送来的材料太小 所以被选中的概率就小 这次没有获奖不能愿任何人 只能愿他们送来的材料少 当然 沈国文这么说也是有底气的 因为这次的平优屏魔 他没有为任何人开绿灯 中华市局没有获得任何荣誉 那完全是政治部和宣传处集体讨论 表决的结果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沈国文从中华市拂袖而去 黑着脸回到省厅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就算他一句话不讲 底下的人也会深刻领会 谁敢冒险给中华市局主持公道啊 中华市颗粒无收 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等沈国文拿到下面交上来的评选结果 自然是心知肚明 他肯定不会为中华市局讲什么 这是集体表决出的结果 难道还要我沈国文违背众议 推翻民主决策的结果吗 于是 这么一份评选结果 就被送到了今天的会议桌上 是这样吗 于建明的目光指示沈国文 每一间的距离缓缓拉近 沈国文心道不妙 不过是到如今 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走了 如果于书记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顶多重新再评就是了 他道 情况就是这样 这是评选结果 请于书记过目 说着 沈国文台脚往前走 双手把评选结果放到了于建明的面前 于建明收下结果 但看也没看 只是用手在那份评选结果上敲了两下 然后环市会场 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临时增加一个议题吧 建于中华市这半年来治安环境大大好转 我提议发还中华市局原有的荣誉称号 死 还没来得及走回自己作为的沈国文 一下僵在了那里 心里倒抽一口凉气 然后脸色就白了 于建明的这个提议 等于是当众给了沈国文一记耳光 呆 张俊宇心中暗爽 沈国文刚说了中华市局没有获得任何荣誉 于厅长就提议发还中华市局原有荣誉称号 这是对这次评选结果的极大不满 也是对沈国文的极大不满 沈国文这绝对是咎由自取 中华市局这半年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成绩也是非常显著 面对成绩 以沈国文却在荣誉称号这样的事情上玩小心眼 身为省厅领导 却因为一级喜好 去打击基层队伍的士气 这绝对该被收拾 于 沈国文一事无法接受 他转过身看向于建明 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同意的举手 于建明眼皮一沉 压根没有去看沈国文的意思 话音刚落 就把自己的右手缓缓抬起 什么叫做强势 什么叫做霸道 于建明今天的表现就是最准确的解释 对沈国文不满 那就半点情面不留 要发还中华市局荣誉称号 指一句 半年内治安环境好转就足够了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 所有人都没有回过神来 不知道于建明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同意 张静宇根本懒得去想这里面的理由 紧跟于建明之后 他第一时间举起手 当初于建明扒掉中华市局所有荣誉称号 不也没给理由吗 其他人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举手表示同意 今天于听长明显情绪不对 自己可犯不着在这种小事上去违逆他的心意 何况 中华市局这半年来的成绩 确实在那摆着呢 沈国文也太过分了 不管人家送上来的材料有几份 哪怕是给个安慰奖 你也得给中华市局一个荣誉啊 颗粒无收 这让下面的人多寒心啊 于建明环市一圈 道 八票同意 一票弃拳 就这样定了 沈国文这才反应过来 他刚才完全猛了 以至于压根于都没想到举手 谁知这又被于建明视为了弃拳 于 沈国文开口想解释一下 自己刚才没举手并不是弃拳 只是还来得及举手 自己也是完全同意于听长提议的 现在想原因 已经晚了 关键是赶紧跟上行事 要是再让于厅长认为自己弃权 是对他的无声抗议 那自己今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要知道于建明不仅仅是厅长 他还是省委常委呢 开会之前再说一件事 于建明注释会场 到 会议结束之后 在座的都跟我去烫中华市 去看一看因公负伤的增益同志 这一次于建明再次把沈国文排除在外 因为在场其他人都是坐着的 只有沈国文是站的 站着的肯定不能算在座的 沈国文是魂落魄 直到会议开始 其他人提醒一句 他才回到自己的座位 至于后面是什么议题 他根本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 于建明的风格就是雷厉风行 十来个议题 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会议结束 于建明率先走出会场 大家都赶紧跟上 准备随于建明前往中华市 空荡荡的会议室 转眼就留下沈国文一个人 他想了半个小时 也没有想明白自己 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于建明 以至于整个人都陷入一种迷茫状态 于建明今天当众给沈国文难堪 主要还是对沈国文不满 每年的平优平模 不管每个市局工作成绩 如何 荣誉称号大家还都是雨露君瞻呢 因为平优 工作本来就是寻找队伍里的闪光点和优点 然后起到激励和带动的作用 哪怕成绩再差 一两个优点和闪光点总是有的吧 当初撤掉中华市局所有荣誉称号 那是于建明对中华市当时的治安环境不满 一是惩戒 二是让中华市局支持后勇 这本来就是打破惯例的举动 属于是破天荒头一回 但于建明是有理由的 不是乱来的 可现在中华市局做出了巨大成绩 你还来个荣誉称号颗粒无收 这算怎么回事 难道省厅领导的心胸就如此狭窄吗 难道省厅领导的眼睛都是瞎的 看不到中华市局的努力和付出吗 真要是让这个评选结果通过了 那我于建明成了什么人 当然于建明还有别的原因 就在今天开会之前 于建明接到了布里的电话 布领导委托于建明代表布里前 去看望富商住院的增益 于建明在布里还是有些关系 接完电话就赶紧打听了一番 这才知道布里刚刚破获一起特大国际案件 中华市局此次配合布里 抓获了一名极为重要的人犯 而曾义在此次行动中为保护一名无辜市民 被犯罪集团的枪手开枪击中 更为重要的是 布里有领导已经开始运作要为曾义申请 一级阴谋奖章了 还要为此次成功抓捕重要人犯的中华市局 特警支队积极提议等功 作为东江省公安厅的厅长 于建明太明白一级阴谋的含义了 这是全国公安系统的最高荣誉了 时至今日 东江省公安系统 获得英雄模范称号的人不过二十多人 其中一级阴谋七人 而活着领奖的只有两人 其余五人全部都是追授 可见想获得这个荣誉有多难 有人称公安系统的英雄模范称号 是要用命来换的荣誉 此话真是一点都不虚 而现在 布里有领导要为曾义申请一级阴谋荣誉 要么是曾义受伤太重 要么就是这次协助布里破获的案子太重要了 在布里都要为曾义和中化 市局授予个人和集体最高荣誉的时候 东江省厅要是连省级的优秀模范称号 都不肯给中化市局一个 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所以 于建明才当众给了沈国文难堪 要让他立刻重新对这次的结果进行评选 并且提议发还中化市局 原有所有荣誉称号 庞东海此时坐在车上 跟着高晓东一起返回中化 走到一半 突然传来尖利的警笛声 庞东海回头去看 发现身后有一个车队 前面警车开到 庞东海还在心里琢磨 这又是哪位领导要下去 是查工作了 等车队擦肩而过 庞东海就吃惊了 这车队竟然全是警车 开到警车之后 便是省公安厅的一号车 这是省委常委 省厅厅长于建明的作家 紧跟其后的就是省厅二号车 然后是三号车 四号车 高晓东也是吃惊的长大了嘴巴 省厅领导集体出动 这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难不成前面的天塌了吗 庞东海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于是拿起电话 拨给了省厅的一位领导 片刻之后 庞东海脸色就变得极其难看 前面出口下去 表头回云海 收了电话 庞东海面无表情的对司机下达命令 幸亏是遇见省厅领导的车队了 否则自己今天真要回去中话 可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大笑话 自己回去是要去增议的笑话 可那些省厅领导急急忙忙赶去中话 确实要为增议颁发荣誉的 自己看的是哪门子笑话 分明是去闹笑话